第241章会晤开始,五行零食,里竟然有这等宝物,而且还把五种属性的都给凑齐了。 楚轩所看到的那五块石头,约莫一尺高,模样不一,颜色也不一,散发出的气息也不同。 有的是金色,散发锐利气息,有的是赤色,散发赤裂气息,有的是青色,散发清脆气息,有的是蓝色,散发出海浪气息,有的则是土黄色,散发厚重气息。 虽然这五块石头不管是外貌,颜色还是气息,都不一样,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称,那便是五行零食。 五行零食,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矿石,室内天生蕴含十分精纯且雄浑的五行之力,若是用此石打造成宝气的话,将可以大幅度增幅五行原力和五行异境的威力。 我深具五行异境,若是将这五行零食融合一体,打造成一把蕴含五行属性的刀类宝器,然后使用五行宝刀来催动五行刀点,必然会造成无比可怕的威力。 看到这五行零食,楚轩的眼红涌出一抹赤烈的火热神色,她毫不犹豫地直接将这五块五行零食削纳,可惜她自己并不会打造宝气,只能以后找机会,寻找一个打造宝气的大师,来帮助自己打造那柄五行宝刀了。 念头落下,楚轩又开始搜刮血浆磨浆的宝物。 这是什么东西? 很快,楚轩从血浆磨浆取出的那堆奇怪宝物之中,挑出了几十枚紫黑色,弥漫着浓烈狂暴气息的圆珠,好奇地看向后者,问道。 血浆磨浆道,这叫紫霄黑雷,是一种一次性的宝气,以原力引动之后,丢出去可以形成剧烈的爆炸,哪怕只是一枚的威力,都十分巨大,能够重创圆海径一众舞者,若是几十枚一起引动,估计连圆海径五众强者,都可以活生生地炸死。 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威力,闻言,楚轩良言忍不住一瞪,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看起来丝毫不起眼的紫黑珠子,居然拥有那么可怕的威力,竟连圆海径强者都可以炸死。 炸死圆海径强者的前提,是你的打中他们。 却将魔将忽然说道,听到这话,楚轩心中的惊讶顿时消失几分,不错,威力再大的东西,你也得打中目标才行,远海径强者可不是靶子,会站在那里让你用紫霄黑雷攻击。 当然,若是出其不意的情况下使用,应该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 这又是什么东西,楚轩小心翼翼地收好所有紫霄黑雷,然后又拿起一个和紫霄黑雷差不多模样,但颜色却是土黄色的东西。 这叫地圆珠,也是一次性的宝器,使用之后可以在体表凝聚出一层拥有极高防御力的光木,可以抵挡远海径二重强者的权力一级。 那这个呢,这叫破空珠,是逃命的绝佳宝物,使用之后,可以撕裂空间,将使用者传送到别的地方,传送的距离和地方充满着不确定,是随机的,若是运气好,可以传送十万里距离甚至促十万里距离,若是运气不好,只传送出一米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把那堆奇奇怪怪的宝物问了个遍,知道那堆宝物所有的功效之后,楚轩便是收起所有的东西,带着血浆魔浆离开阴云山脉,返回羽化门。 当然,楚轩是不可能带着血浆魔浆直接回到羽化门的,这家伙可是曾经铁血胶的高层,在南武玉是属于人人喊打的角色,若是自己带他回羽化门,估计会被羽化门的高手当成勾结铁血胶的叛徒给灭杀。 所以,楚轩把血浆魔浆安排在距离羽化门二十里开外的一座小城池中,让他在这里一边疗伤,一边随时等候自己。 楚轩知道自己若是离开,血浆魔浆肯定会有小动作,所以他临行之前,先是加过了一下封锁血浆魔浆灵魂的五行小世界之力,接着又警告他一番。 这五行小世界平常不碰不会有事情,但若是遇到外力想要强行破解,哪怕只是一冰点力量,都会使得五行小世界爆发,泯灭他的灵魂。 这句话把血浆魔浆下得不轻,心里的那点小九九立刻消失不见,连逃跑的心思都没有了。 半日之后,楚轩敢回羽化门,然后静止回到天羽峰。三天之后便是羽化门十年一度的四峰会伍,我的好好准备一番。 楚轩没有去拜见天羽峰首座,直接来到他经常闭关修炼的后山悬崖。 在杀战血节之中,虽然我成功领悟出了杀战意境,但是在那之前,我陷入入魔状态,对自己的灵魂造成颇大的损失,这导致我的实力难以发挥到巅峰,必须在四峰会伍开始之前,将这个问题解决。 后山悬崖,楚轩静静地盘坐在地,喃喃自语一句,旋即从除物戒指中取出一粒丹药,此丹名为太乙生魂丹,拥有极好的治疗灵魂伤势的效果。 楚轩没有任何犹豫,一口吞下太医生魂丹,开始恢复自己的灵魂伤势。 月末一天的时间过去,楚轩的灵魂伤势恢复,接着又马不停蹄地继续进入到修炼之中。 距离四峰会伍只剩下两天时间,所以修为突破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可以把状态调整到巅峰,以最佳状态来迎接期待已久的四峰会伍。 两天时间,很快过去,之前在杀戮血池之中,我体内的基因吸收了不少杀戮血池中的能量,将修为冲击到了宁原境七重,造化神体达到五重巅峰。 灵魂受创之后,借助太医生魂丹的效果,不仅恢复了伤势,而且还白齿干头更进一步,达到了宁魂境七重。 五行异境达到了三成巅峰火后,杀戮异境达到三成巅峰火后,道义三成巅峰火后,雷之异境四层火后,快之异境两成火后,楚轩在心中默默地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实力,嘴角勾勒出一抹自信的笑容。 肖帆云,以前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现在嘛,咱们谁强谁弱可还真不好说,四峰会舞之上,就让我来好好领教一番,你这位四大羽峰石强第一,到底有多厉害吧? 咚咚咚咚,在楚轩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淡金色的晨曦,突然撕裂了苍穹,从那极高的天际挥洒下来,开始在大地之上蔓延开来。 而就在此时,一阵悠扬的钟声,也开始在羽化门内的四大羽峰之中响起。 顿时,原本还有些冷清的羽化门四大羽峰,顷刻间变得火爆热闹起来。 今天,正是羽化门十年一度四峰会舞开始的日子。 第242章石强,死亡祖上。 对于四大羽峰的弟子来说,四峰会舞非常的重要。 这一场十年一度的四峰会舞,可是关乎着四大羽峰在羽化门内的排名,还关乎着十年之内四大羽峰可以从主峰仙羽峰获得的资源多与少。 获得的成绩越好,那么仙羽峰奖励下来的资源便越是丰厚。 资源丰厚了,可以造就的高手也就越多,那么羽峰的实力也就会相应的水涨船高,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如果获得的成绩不好,仙羽峰奖励下来的资源就会稀少,资源少了,那么自然就是无法培育出高手了,整个羽峰的实力就会下降,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例如曾经的四大羽峰之首天羽峰,就因为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从第一叠落到排名末尾。 当然,四大羽峰的弟子如此重视四峰会舞,也不完全是为了其所在的羽峰,更多是为了自己。 如果在四峰会舞中表现优异,就会被其所在羽峰的首座看重,回去之后定然可以获得大力培养。 护盘坐在悬崖边缘的楚轩,在听到这悠扬钟铭声之后,便是徐徐吐出一口浊气,旋即缓缓地睁开双眼,深邃的毛子深处,流露出一抹其带的火热神色。 所有人,来天羽殿集合,就在这时,虚空中响起了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正是天羽峰首座的声音,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是响彻在每个天羽峰弟子的耳边。 是,楚轩回应了一句,然后便是起身,化作一道流光破空而去。 很快,楚轩便来到了天羽峰的主殿天羽殿内。 此时,宽阔的大殿中格外的热闹,柳青海、段盈盈还有黄云等天羽峰弟子,早已经汇聚。 拜见大师兄,看到楚轩走进天羽殿,原本热闹的天羽殿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是一脸崇敬肃目地望着楚轩, 旋即在柳青海、段盈盈和黄云三名天羽峰顶尖弟子的率领之下,冲着楚轩拱手行礼。 见过各位师弟和师妹,楚轩也是笑着拱手回礼,人都到齐了吗? 就在这时,威严声音再度响起,天羽峰首座出现在大殿之内。 拜见首座,在楚轩这位大师兄的率领之下,众人朝着天羽峰首座攻身行礼。 天羽峰首座看向下方的楚轩,眸子终有一盲亮起, 似乎将楚轩看个通透,顿时那平静的脸庞之上,竟是涌出一抹惊讶, 玄吉哈哈大笑道,楚轩。 好,很好,你果然没有叫本座失望,手座对弟子寄予厚望, 弟子又怎么敢让手座失望? 楚轩黑黑一笑,这次,你可有信心,天羽峰首座画风一转, 问道,楚轩下巴微微抬起,略薄的嘴角铭起,勾勒出一抹自信的弧度, 淡淡地道,自信十足。既然你那么有自信, 那本座就等着你在四峰会舞之上大放一彩, 为我天羽峰争夺光彩了。 天羽峰首座满意笑着点点头,旋即袖袍一挥, 喝道,随本座出发吧。 是,刷,刷,刷,话音落下, 天羽峰首座便是率领着楚轩等天羽峰弟子, 朝着举行四峰会舞的论舞殿,暴力而去。 今天,是四峰会舞的重要日子,所以一大清早的, 整座论舞殿便聚满了人,为了区别那些弟子是属于哪座羽峰的, 所以论舞殿划分了区域。 东边是属于地羽峰的,南边是属于玄羽峰的, 北边是属于黄羽峰的,视野最差,位置最差的西边, 属于天羽峰。 天羽峰首座率领楚轩众人来到论舞殿西边, 将他们安顿好之后,便是离开,堂堂一位首座, 自然是不可能跟弟子待在一起, 他的位置是在论舞殿内的那座高台之上, 那是属于四大羽峰首座的位置。 与往日不同,在那座高台之下, 又搭建了一座高台,上面有十个位置, 端着着十道幅式不一,气质不一样,男女不一的身影。 那是属于四大羽峰十强的位置, 而那十道身影,自然正是四大羽峰中的十强弟子。 不愧是可以名列四大羽峰所有弟子前十的存在, 果然哥哥都是厉害无比的高手。 楚轩扫了一眼那十道身影, 双眼微微眯起, 瞳孔中一抹凝重和兴奋的战意, 闪烁出来。 顿了顿, 楚轩看向身旁的柳青海, 道, 青海师弟, 我第一次参加四峰会舞, 不知道规矩, 麻烦你给我说一下。 好, 文言, 柳青海点点头, 旋即娓娓道来。 次峰会舞的比试, 是分组进行的, 一共有十组, 参赛的四大羽峰弟子经过抽签来决定分到那一组, 经过一番厮杀之后, 能站到最后的, 便可以跟其组的种子选手进行比试。 所谓的种子选手, 便是四大羽峰的十强高手。 按照其在十强榜之上的排名, 来决定在哪一组, 比如第一的肖帆云, 就是在第一组, 如果可以那些种子选手, 便能够取代他们, 成为新一届的十强榜高手。 在比赛的最后, 就是由十强榜高手进行决斗, 十强榜高手可以向排名在自己之前的高手发出挑战, 如果胜利的话, 便可以取代其的排名。 十强榜排名越高, 比赛之后获得的奖励也就越多, 尤其是第一名, 奖励最为丰厚, 其中最为诱人的奖励便是可以获得成为真传弟子的名额。 成为真传弟子, 文言, 楚轩神色一愣, 玄机眸子涌出一抹炽热之色, 第一名。 我必须获得, 楚轩为什么要费尽千辛万苦地加入羽化门? 为的不就是成为羽化门内最优秀的弟子, 然后获得前往东狱的机会, 再以东狱为跳板境界中周去寻找母亲麻。 四峰会舞的第一, 便可以成为羽化恩的真传弟子, 而真传弟子, 无疑是羽化门最优秀的弟子, 所以这次的四峰会舞, 他必须全力以赴, 争夺第一。 念头落下, 楚轩又道, 心海失地, 麻烦你再跟我说一下石墙高手都是哪些人, 有什么特点? 虽然楚轩对自己如今的修为很有自信, 但并不自负, 能够在那诸多羽化门内门弟子中脱颖而出, 为猎石墙榜的人, 绝对不可能是一鱼之辈, 一个个肯定有着过人的手段, 他要知己知彼, 方可战而胜之。 恩, 柳青海点点头, 玄疾说道, 石墙榜排名第十的名叫白号, 黄宇峰弟子, 宁元静九重巅峰修为, 排名第九的名叫李孝, 玄宇峰弟子, 宁元静九重修为, 排名第六的叫罗冲, 帝宇峰弟子, 宁元静九重巅峰修为, 石墙榜五人一个档次, 六强到石墙属于第二档次, 五强到最强则是第一档次, 石墙比第二档次要强的太多, 至少都是半步远海静修为, 五强牛猎, 黄宇峰弟子, 半步远海静修为, 不仅天生神力, 更是练体高手, 凭借着天生神力和强悍的体质, 虽是半步远海, 但真正的石墙却可以跟远海静一众强者聘美, 第243章石墙, 死亡组下, 四强风如影, 帝宇峰弟子, 远海静一众修为, 拥有三成火候巅峰的风之异静, 不仅速度极快, 身法武技也是极强, 不动则已, 一动如风, 经常让对手连他一片衣角都摸不到, 便杀了对手, 三强金元光, 宇峰弟子, 半步远海静修为, 乃是一位领悟了金之异静和剑翼这两种武道异静的强大剑客, 拥有剑翼的剑客, 功法本就十分伶俐, 而金之异静又是一种锐利无比的异静, 剑翼与金之异静叠加, 将金元光的剑道推送到一种伶俐无比的境界, 十分可怕, 曾越阶级杀过远海静一众强者的辉煌战机, 二强末出血, 帝宇峰弟子, 远海静一众巅峰修为, 拥有三成火候巅峰的兵之异静和血之异静, 有一门绝招, 可以将冰之异静和血之异静这两招融合一体, 化作冰雪异静, 能爆发出十分强悍的威力, 传闻之中, 墨出血似乎还拥有一丝上古冰族的血脉, 上古冰族天生擅长操控冰雪, 拥有上古冰族血脉的墨出血, 可以将三成巅峰火候的冰雪异静, 催动到四层火候初期乃至中期的威力, 原来是一尊有特殊血脉的天才, 文言, 楚轩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叫莫出血的身影, 那是一位身穿白衣, 面容美丽的美女, 不过俏脸之上却是一片冷漠, 郊区中也散发着让人毛骨悚然的森寒气息, 显然是那种只可远观, 不可禁毒的存在, 剩下的最后一位, 便是十强榜中最强的地语峰弟子肖帆云, 肖帆云是十强之中最深不可测的一个, 他到底有多强, 没人清楚, 别人只知道, 放眼羽化门所有内门弟子, 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逼得肖帆云施展出权力, 他是一个能以一己之力镇压整个羽化门内门弟子的强大存在, 柳青海把十强榜之上的高手, 一个接着一个的详细介绍给楚轩, 尤其是在说到肖帆云的时候, 与其是前所未有的民众, 甚至还带着一丝惧怕, 仅仅只是一个名头, 便能镇住柳青海这种高手, 可见肖帆云的实力有多么强悍, 地语峰不愧是如今的第一语峰, 实力真是厉害, 十强高手之中, 竟然有一半都是地语峰的弟子, 其中的三强, 更是全部被地语峰包烂了, 听完柳青海的介绍, 楚轩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 刷, 而就在柳青海和楚轩交谈的时候, 那盘坐在石墙位置第一名的肖帆云, 似乎发现了前者的存在, 淡漠的眸子中, 陡然涌出一抹森然寒意, 瞬间锁定了楚轩的身形, 如果是一般高手, 被肖帆云这一眼看到, 估计立刻就是跟看到猫的老鼠一样, 背下的腿脚发软, 但是楚轩却没有, 脸色没有丝毫的变化, 平静地与肖帆云对视, 吃吃吃, 两者那无形的目光, 在虚空中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不断地摩擦交锋, 有无形的电光火花从焦急之触碰射出来, 倒是有点本事, 怪不得能杀了王蛇, 看到楚轩竟然能够面不改色地与自己对视, 肖帆云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惊讶, 但也只是一丝惊讶而已, 旋即又变成了不屑一顾, 轻横道, 可惜, 依旧不是我的对手, 区区宁缘近七重修为, 杀你如土狗, 今天这论武殿, 就是你这处生的丧命之地,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给我弟弟陪葬, 呵呵, 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楚轩嘴角一挑, 丝毫不惧地发出一声冷笑, 话音落下, 两人身上都是陡然释放出棒薄气势, 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如果此时不是在论武殿内, 有四大手作作证, 不可以胡乱的话, 估计两人已经打了起来, 楚轩与肖帆云针锋相对的一幕, 被另外的九强高手看在眼中, 那个陌生的小子是谁, 看起来年纪轻轻, 胆子倒是挺大的, 竟然敢跟肖帆云叫板, 莫初雪的美眸中, 泛起一抹好奇神色, 心声道, 他身旁的金元光没有说话, 这家伙的性格就如同剑一样, 平常隐藏在剑翘之中, 沉默不言, 但是一旦出窍的话, 立刻就会绽放出爵士锋芒, 大胆, 呵呵, 我看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吧, 区区宁元净七重的修为, 也敢跟肖帆云叫板, 真是不知死活, 倒是一旁的风如影, 发出一声不屑的倾笑, 根本瞧不起楚轩, 这时候, 柳青海也是发现了楚轩跟肖帆云在争锋相对, 脸色为变, 急忙问道, 大师兄, 你跟着肖帆云有过节吗? 恩, 有一点恩怨, 他弟弟招惹我, 被我一刀斩了。 楚轩点点头, 说话的语气十分平淡, 仿佛只是随手斩了一只阿猫阿狗般。 什么, 大师兄你把肖帆云的弟弟肖峰给斩了? 我的天, 文言, 柳青海顿时发出一声惊呼, 旋即一脸煞白的惶恐道, 肖帆云此人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十分的霸道互短, 平常谁敢动他弟弟一根汗毛, 他都会十倍百倍的报复回去, 大师兄你竟然直接把肖峰给斩了, 这可是跟肖帆云不死不休的仇恨啊, 完了, 完了, 放心吧, 肖帆云虽然强, 但我也不是软柿子, 他奈何不得我的。 看到柳青海惊慌失措的样子, 楚轩淡然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不用担心。 诸位, 看到楚轩这平静的模样, 柳青海还以为楚轩不知道肖帆云的可怕, 准备好好给他说几句, 可是刚张开嘴巴, 还没说出话就被一道声音打断。 出话的正是蒂宇峰首座齐画园, 他从高台之上站起身来, 目光扫视全场一圈, 玄机没有任何废话的意思, 洪亮的声音响起, 覆盖全场, 现在, 本作宣布, 十年一届四峰会舞, 现在开始。 伴随着齐画园的声音落下, 顿时友谊明知是抬着一个巨大的木箱走出来, 然后参赛的四大宇峰弟子, 便开始进行抽签, 来决定自己所在的笔试小组。 等了十分钟的时间, 轮到了楚轩抽签, 他把手掌放进大木箱之中, 随手一抓, 取出一个灰色的石球, 上面写着一个白色的数字, 是四号。 抽到四号, 并意味着楚轩被分到了第四小组。 这时候, 段盈盈也抽签结束, 看了一眼手中的石球, 又看了一眼楚轩手中的石球, 一张翘脸顿时哭丧起来, 完了, 完了, 我和大师兄太倒霉了, 竟然抽到了死亡组, 第244张秒杀林寒光, 呜呜呜, 本来还想在这届四峰会舞之上大放异彩, 但是没想到竟然抽到了死亡组, 我太倒霉了。 段盈盈看着手中的灰色石球, 顿时哭丧着翘脸。 死亡组, 什么东西? 文言, 楚轩好奇地问道, 段盈盈解释道, 十强榜划分两个档次, 第六强到十强是属于第二档次, 五强到最强是属于第一档次, 根据这个档次, 四峰会舞中的十个鄙视小组, 也被分为普通组和死亡组。 十强榜之上的第六强到十强, 他们的实力虽然非常厉害, 但并非是不可战胜的, 一些内门弟子还是有希望战胜他们, 获得出现的机会。 但是五强到最强, 根本没有内门弟子是他们的对手, 进入他们的小组, 并意味着绝对不可能有出现的机会, 所以第一组到第五组, 被称之为死亡小组。 原来如此, 楚轩恍然地点点头, 好了, 别哭丧着得脸, 出现不出现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尽力而为便好。 柳青海在一旁安慰道, 恩, 段盈盈点点头, 美眸中重新燃烧起斗志, 握紧粉拳, 道,我会全力以赴, 绝对不给天宇峰丢脸的。 在三人说话的时候, 四峰会五正式拉开了帷幕。 楚轩等人, 开始进入各自分道的鄙视小组, 等待与同小组的其他语化门弟子切磋。 比赛一开始便是极为的热闹, 但是楚轩并没有什么兴趣观看, 因为现在的鄙视, 都是一些普通内门弟子的交手, 对于他这种强者而言, 这种鄙视就好像是小孩子打架, 自然不会有兴趣。 唯一能让楚轩提起兴趣的, 估计只有挑战种子选手, 争夺出现资格的比试。 百无聊赖地等待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楚轩的第一场比试, 终于是来临了, 在一名羽化门直视的带领下, 他走到了场中的一座擂台之上。 哈哈, 楚轩, 没想到第一场我竟然就可以遇到你。 楚轩刚刚走到擂台之上, 立刻便是有一道大笑声响起, 玄机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竟然是凌寒光。 我跟这家伙还真是有缘啊, 楚轩有些无语, 参加四峰会舞的弟子组组有数万, 又划分到十个比试小组, 然而他竟然可以跟凌寒光分到同一组, 而且第一场战斗就碰面了, 这缘分可真是不浅。 是啊, 我们可真有缘, 不过可惜, 不是善缘, 而是恶缘, 凌寒光眼冒冷光, 咬牙切齿的道, 楚轩, 我曾经说过, 在四峰会舞之上我会将你击败, 洗刷落败于你手中的耻辱, 看来上天都想让我尽快洗刷这个耻辱, 所以才安排你我那么早的见面, 老天真是待我不薄啊, 哈哈, 你确定老天那么快的就安排你跟我对战, 是待你不薄。 楚轩一脸古怪的看着凌寒光, 楚轩, 不要以为击败我几次, 就可以那么嚣张, 我可是准时心资质的天才, 经过半年时间的苦修, 我的修为已经突飞猛进, 而你不过是以心资质的废物, 半年时间, 估计你还在原地踏步吧。 现在的我, 想要击败你简直是吃饭喝水般轻松的事情, 凌寒光满脸傲然地抬起下巴, 无比自信地轻横一声, 道, 废物就是废物, 就算侥幸地超过了天才, 但那也只是一时的, 迟早还是会被天才重新踏在脚下。 好了, 凌寒光, 我来这里不是跟你废话的, 如果你想击败我来洗刷耻辱, 就赶紧动手吧, 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浪费。 楚轩闻言, 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实在是不想和凌寒光继续啰嗦下去, 有些不耐烦的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如你所愿, 似乎听出楚轩的不耐烦, 凌寒光感觉受到了羞辱, 恼羞承诺的大吼一声, 一股磅鲍的原力泽然从其体内爆发出来, 磅鲍原力席卷雷台, 弥漫着强悍的威压, 威压之中还充斥着一股极致的灵力波动, 扫在身上, 顿时就有一种仿佛被利剑斩中的刺痛感。 不得不说, 拥有准时心资质的凌寒光, 的确是有着过人之处, 区区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已, 修为境界已经攀升到宁原境八重巅峰, 剑翼也是磨练到了三成火后。 杀, 当原力和剑翼运转到极限的时候, 凌寒光便开始出手了, 兴斥一声, 单手握住一柄寒光流转的宝剑, 会舞之间, 一道道寒冰剑气 骤然从剑锋内蹦射而出。 寒冰剑, 斩, 无穷的剑气汇聚在虚空之中, 化作了一柄百丈的寒冰巨剑, 带着一股好似可以冰封一切的森寒气息, 狠狠地破开层层虚空, 朝着楚轩暴战而去。 凌寒光毕竟曾经落败在楚轩的手中, 留下了阴影, 虽然自信现在自己可以轻松击败楚轩, 但是一出手, 就是全力以赴。 这一招的威力十分庞大, 可以重创任何一名名媛敬九重舞者。 林寒光, 没想到半年时间过去, 你的进步也不过如此而已,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楚轩淡淡地看着那呼啸而来的寒冰巨剑, 神色漠然, 别说惧怕了, 连丝毫的情绪波动都没有,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旋即便以手作刀, 轻飘飘地朝着虚空劈去。 在楚轩这一记手刀劈出的瞬间, 胸膛上的舞蹈造化神文立刻是猛烈地震动起来, 混沌光芒挥洒, 凝聚在其手掌之上, 仿佛套上了一件混沌手套。 楚轩, 你太狂了, 不动用任何武技也就罢了, 竟然还敢以血肉之躯抵挡我的剑招? 既然你如此狂妄, 那也就休怪我很辣无情了。 林寒光是一名剑客, 剑客以功伐凌厉而闻名天下, 楚轩这种举动, 无疑是对他的莫大侮辱, 整个人顿时失去了冷静, 暴怒无比, 仰天力吼一声, 将寒冰巨剑的威能催动到极限。 不是我狂, 而是这一招, 足以对付你, 没有李慧玲寒光的暴怒, 楚轩嘴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抹淡漠弧度, 那批粗的手刀, 没有任何增强的迹象, 依旧以绝对的直线斩了出去。 砰, 话音落下, 手刀与寒冰巨剑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 有的只是势如破竹般的无法抵挡, 那看似凶猛的寒冰巨剑, 简直跟豆腐一样脆弱, 直接被楚轩的手刀给撕裂成两半, 接着暴碎开来。 这还不算完, 手刀将那寒冰巨剑撕碎之后, 楚轩眼中寒光一闪, 接着手掌微微一震, 一刀刀光般的混沌色光刃, 陡然从手掌边缘爆发出来, 狠狠地斩在林寒光的身上。 第245章对决风如影, 上, 砰, 扑斥, 林寒光的护体原力, 在混沌光刃面前简直是脆弱不堪, 稍微碰触一番便是直接撕裂, 接着狠狠地披在林寒光的胸膛之上。 顿时, 一道肉体被撕裂的声音响起, 衣衫碎片飞舞, 一道身可见骨的猙獰血痕出现在林寒光的胸膛之上, 旋即他一口溺血喷出, 肾形狼狈倒飞了擂台。 一招, 秒杀, 这, 这怎么可能, 飞退途中, 林寒光没有顾忌自己的伤势, 满脸骇然地看着楚轩, 惊天与楚轩一战, 他曾经幻想过很多结果, 但是自己被一招击败的这种结果, 却是他唯一没有料到的。 苦袖半年, 实力突飞猛进, 本以为可以一雪前耻, 将楚轩踏在脚下, 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 但谁曾想到得到的却是更大的耻辱, 这个果态残酷了, 他有些无法接受。 没有功夫理会林寒光的骇然, 楚轩缓缓地收回批出的手刀, 淡淡地道, 林寒光, 我以前便跟你说过, 凡是被楚某超越的, 不管是天才也好, 普通舞者也罢, 今生都只能仰望我的背影, 无法再超越我, 哪怕你是准时薪资质的天才, 也无法打破这个宿命。 话音落下, 楚轩留给林寒光一个背影, 缓缓地走下擂台。 因为之前楚轩跟肖帆云针锋相对, 所以石墙之中的莫初雪还有风如银等人都对他有所关注。 林寒光我是知道一点的, 立与风心冒出的天才, 拥有三成火候建议, 准时薪资质, 修为也是达到宁元晋九重, 综合实力可比得上一名普通元海晋一众, 没想到这样的实力, 都被这得叫楚轩的一招击败, 看来这家伙不简单啊, 怪不得敢跟肖帆云争锋小队。 莫初雪美眸中意才闪烁, 接着看向风如影, 笑道, 风如影, 这家伙是属于你所在的鄙视小组中, 看来你这第四强的位置, 似乎受到了点威胁啊。 威胁, 呵呵, 你太瞧得起他了, 风如影自傲地抬起下巴, 不屑一顾地道, 虽然这小子的攻击十分霸道厉害, 但是在厉害的攻击, 也得打中敌人才有用, 这小子的出手速度太慢了, 我让他打一百招, 都未必可以碰到我一片一角。 莫初雪笑了笑, 没有说话, 风如影说话虽然有点狂妄, 但是不可否认, 这家伙的确是有那个狂妄的资格, 这家伙的风之意境已经修炼到极高的火候, 再配合那变幻莫测, 神出鬼没的诡异身法。 就算是自己这位十强中的第二强, 对付起来都要感觉到棘手和头痛。 高抬之上, 可恶, 地语风手作的脸色难看无比, 林寒光能在一开始就碰到楚雪真的是缘吗? 当然不是, 这是地语风手作故意安排的, 想让林寒光狠狠地教训一顿楚雪, 然后她便可以借题发挥, 来羞辱一下自己的老对手天语风手作。 但是没想到, 自己的羞辱还没开始, 被楚雪一巴掌给抽了回来, 这种感觉十分的憋屈, 让她无比的恼火, 不过同时还有些庆幸, 亏得自己说话慢了一拍, 否则现在脸都被打肿了。 呵呵, 对于自己老对头的那点小心思, 天语风手作哪里会不知道, 不过懒得跟前者计较, 只是发出一声轻笑。 不过, 这一声轻笑落到地语风手作其画原耳朵中却是刺耳无比, 心横道。 天语风手作, 不要得意的太早了, 这小子所在的笔是小组, 可是死亡组, 现在不管他的表现有多么优异, 等遇到了风如影, 他都必败无疑。 天语风手作唯唯一笑, 懒得跟其画原争辩, 现在说什么都是虚的, 真正的结果只有戴会交手之后, 才可以知道。 回到的席位之上, 楚雪默默地盘坐, 等待着下一轮的笔试。 一个时辰的时间很快过去, 在此期间楚雪也经历了七八场战斗, 他连刀都没有拔, 甚至连武技都没有用, 随随便变得几拳便是将对手击败了。 以他如今的实力而言, 这些普通的内门弟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甚至在十强之中, 也只有排名前五的弟子, 才有资格与他交手。 很快, 小组比试进入到末尾, 楚雪自然是毫不意外地获得了挑战种子选手的资格。 倒是段盈盈, 成绩比预期的要差上许多, 在最后一轮关键的决斗之中, 他输给了一名选宇峰的内门弟子, 不是因为实力不够, 而是因为运气不好, 遇到一个克制他的对手。 舞者之前分辨强弱, 修为的高低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因素, 比如武技, 战斗技巧, 战斗意识还有原力属性等方面。 与段盈盈对战的那名选宇峰弟子, 各方面都跟段盈盈差不多, 甚至还稍弱段盈盈一筹, 但是段盈盈还是输了, 因为原力属性被克制。 段盈盈修炼的是水系功法, 而他的对手修炼的却是土系功法, 土克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当一个舞者遇到一个克制自己原力属性的舞者, 实诚实力能发挥出了七八成就不错了。 不过, 运气不好的也只有段盈盈一个, 柳青海和黄云取得的成绩倒是不错, 一个格斗获得的出现, 挑战种子及选手的资格, 而且他们的运气也很不错, 不在死亡组, 对手是十强榜第十和第九。 黄云的实力稍微弱一点, 挑战种子选手成功率不是很高, 只有四五成, 至于柳青海麻, 成功率就比较高了, 有很大的希望战胜种子选手, 取代其成为新的十强高手之一。 比试开始, 各位弟子速速登台, 一门羽化门直视高声大喝道, 唰,唰,唰, 话音落下, 十大比试小组中取得挑战种子选手资格的羽化门弟子, 通通登台。 小子, 你的运气很不错, 从一开始到现在, 足足经历了十五场的比试, 竟然连一场比试都没有输过, 这样的成绩算是十五连胜了, 不过可惜, 你遇到了我, 你的运气和连胜只能就此终究了。 丰如影一进入雷台, 便是鼻孔朝天地对着楚轩说道,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自己的连胜和运气, 还会持续下去。 楚轩并没有因为丰如影那轻蔑的态度而感觉到生气, 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 十强榜中的前五强, 每一个人都有让楚轩忌惮的方面。 金元光的灵力剑术, 让他忌惮, 莫出雪的冰雪一净, 上古冰足血脉更是让他忌惮。 至于肖帆云, 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 但若是仔细去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此人可怕的犹如一座不见底的深渊。 但是唯独这风如影, 是他最不忌惮的一个。 第246章对决风如影, 下。 风如影有什么本事, 不就是仗着领悟了极高的风之一镜, 配合高超的身法舞技, 让对手无法打中他, 然后把对手玩弄在鼓掌之中麻。 那种高超的身法语急速, 的确是让其他人感觉到棘手头痛无比, 但是很可惜, 楚轩最不怕的就是那种拥有急速的对手。 口气倒是挺狂的, 就让我来看看你手底下, 有没有这个狂的资格吧。 楚轩淡然的态度, 让风如影有些恼怒, 猛地发出一声清喝。 刷, 话音仅仅只是刚刚在人耳畔响起, 还没有落下, 风如影便出手了, 脚步跨出, 似乎无视了空间距离, 直接来到楚轩的面前, 一掌印向他的胸膛。 不过是位烈石强绑第四强的高手, 果然厉害, 单单是这一手, 就足以让很多宁元静九重武者无法反应过来, 被他轻松一掌击败。 但可惜, 对付楚轩还不够看, 似乎已经看穿风如影的攻击轨迹, 楚轩面带微笑, 以手做刀, 散发着混沌光泽的造化原力凝聚在手掌之上, 旋即随意的一掌踢出, 与风如影的手掌狠狠对轰在一起。 咚, 一声闷响, 风如影退了三步, 楚轩纹丝未动。 显然, 这一番交手以楚轩占据上风落幕。 风如影, 你的速度也不过如此, 楚轩缓缓地收回手刀, 淡淡地道, 还是拿出你的真本事吧, 不然的话, 这一场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了。 有点意思, 怪不得敢那么狂妄, 定住了身形, 风如影眼中的轻蔑终于是消失了几分, 通过刚才的交手, 他已经知道了, 楚轩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 念头落下, 风如影轻贺道, 既然你想见识一下我的真正速度,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番吧。 疾风诀, 一声轻喝, 雄魂的青色光芒骤然从风如影的体内爆发出来, 在那轻光的索绕之下, 风如影的速度顿时激增了好几倍, 一步跨出, 瞬间来到楚轩的头顶, 双指并拢形成剑指。 疾风剑指, 剑指连连在虚空中暴点而出, 速度太快了, 根本看不清他到底动了多少下手指, 可能是一百下, 也可能是一千下, 伴随着他每次手指点叉, 都是有一道充斥着无比凌厉波动的青色光束, 骤然从指尖蹦射出来。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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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之中, 密密麻麻地遍布着青色光束, 在风如影最后一指落下的时候, 那些青色光束便是仿若流星雨般, 其其在虚空中划出一道青色光痕, 朝着楚轩暴雨倾盆般地轰了过去。 风无形无相, 有时柔和, 有时狂暴, 有时凌厉, 而风如影现在施展出来的, 正是风凌厉的一面, 有撕裂山岳之威。 稍稍动了真格的风如影, 杀伤力立刻是变得可怕起来, 这一招的威力, 就算是半步远海径的武者想要抵挡起来, 都颇为的麻烦, 甚至有可能被一招击伤, 速度还是不够, 面对着急速又狂暴的攻势, 楚轩的脸上依旧挂着淡漠的笑容, 让人不知道他是故意如此, 还是天生平静, 波澜不惊, 一声轻喝树然响起, 楚轩依旧以手作刀, 朝着虚空批出, 砰,砰,砰, 一瞬间, 楚轩最少批出了数百道手刀, 每一道手刀都是准确无误的批中那呼啸而来的青色光束, 狂暴的威力直接将其轰碎, 很快, 漫天的青色光束便是尽数崩溃一空, 而且, 这还不算完, 当楚轩最后一道手刀批出的时候, 不仅震碎了青色光束, 同时还有余力, 一道混沌光刃从掌内爆发出来, 混沌光滑一闪, 便斩到风如影的面前, 给我破, 别瞒着青光的手掌拍出, 混沌光刃泯灭, 虽然没有受伤, 但是风如影却被那混沌光刃中充斥的霸道力量, 给震得后退了五六米的距离, 快之意境, 没想到你小子竟然领悟了快之意境, 定住身形, 风如影脸色有些惊讶地看着楚轩, 普通的宁元镜七重修为舞者, 不, 就算是宁元镜九重巅峰修为的舞者, 也无法做到楚轩刚才那么惊人的出手速度, 唯一可能的, 便是在舞蹈意境的帮助之下, 而楚轩刚才施展出的, 显然便是快之意境, 不错, 楚轩坦然地点点头, 道, 风如影, 你的速度是很快, 但风并不是纯粹的只有速度, 还有其他, 而我的快之意境却是纯粹的速度, 你还是不要和我比速度了, 否则你会输得很难看, 放肆, 堂堂时强绑排列第四的自己, 竟然被楚轩批评了, 风如影顿时有些恼怒, 心喝道, 小子, 在速度之上, 快之意境的确是比风之意境要强悍很多, 但是意境之间, 也是看火候的, 你的快之意境顶多只有三成火候, 而我的风之意境, 确实达到了四成火候, 意境之间相差一成火候, 威力都是天差地别, 现在,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四成火候的风之意境, 到底有多厉害, 让你这狂妄的小子, 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 轻喝声落下, 风如影的身体顿时一阵, 弥漫在体表的清光月发的璀璨, 同时一股奇妙的气息涌动而出, 那赫然正是风之意境, 我身如风, 施展出风之意境后, 风如影没有丝毫的迟疑, 大喝一声, 一套无比玄妙的身法舞技顿时施展出来, 呜呜呜呜, 一阵弥漫着淡淡清光的诡异狂风, 忽然是在这方天地间吹拂起来, 狂风将整座雷台笼罩, 方圆簇十米的虚空中, 到处都涌动着青涩的狂风, 仿佛, 这里是一个风之世界, 施展出这一招之后, 风如影的嘴角勾勒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旋即身形移动, 竟然是诡异的消失不见, 不, 准确地来说, 是他的身形融入到这片风之世界之中, 只要有青涩狂风的地方, 就有风如影的存在, 这套身法舞技, 最起码是天极中阶舞技, 果然玄妙无比, 楚轩的眼中, 浮现出一抹凝重之色, 虽然他并不惧怕风如影的急速, 但对方毕竟是名列石墙榜第四名的高手, 肯定有着过人的手段, 不可小觑, 饺子, 吃我一枪, 刷, 就在楚轩警惕的时候, 一声轻喝响起, 旋即楚轩的左了下方, 陡然有一柄青色长枪浮现出来, 枪间轻盲涌动, 凌厉无比, 以诡异刁钻的角度, 抱刺而来, 当, 楚轩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便是被这一枪命中, 衣衫被枪间中蕴含的狂暴风之力量跟绞碎, 整个人也被轰得倒飞出去, 不过, 凭借着第五重境界的造化神体, 这一枪也仅能如此而已, 想要对他造成伤害, 明显地还不够资格, 第247章反向立场, 有点意思, 楚轩看着了下被绞碎的衣衫, 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依旧淡漠, 话音落下, 楚轩的双瞳中陡然有一抹寒光荡漾出来, 一手做刀, 快之意境催动到极限, 反手一刀朝着那青色长枪探出来的位置, 狠狠地暴展而去, 璀璨的混沌光泽犹如灵力的刀光一样, 把虚空都斩得裂开一道清晰痕迹, 哈哈, 速度太慢了, 风如影得意的哈哈大笑一声, 风之意境和玄妙身法再度催动, 速度奇快无比, 楚轩的这一剂掌刀还没有落下, 便是被他躲闪开去, 在接我一枪, 躲闪开去之后还不到一秒时间, 接着, 风如影又是发动了进攻, 一枪暴刺而出, 青色长枪在虚空中划出一道模糊的青色光痕, 狠狠地命中在楚轩的后背, 当, 铿枪声响起, 仿佛刺中的不是血肉之躯, 而是一道坚硬至极的钢铁, 虽然命中, 但结果跟之前一样, 没有对楚轩造成丝毫伤害, 小子, 见识到了吗, 这就是四成火候风之意境的厉害, 你根本打不中我, 而我却可以随时随地地攻击到你, 这场比试, 你输定了, 认输吧, 风如影的声音响起, 但是却不知道从哪个方向传来, 仿佛是在四面八方同时响彻, 让人难以通过声音来分辨出他的所在位置, 呵呵, 速度的确是挺快的, 但是想要击败我, 你也得破了我的防御再说, 楚轩淡淡一笑, 情绪没有丝毫波动, 好, 那就如你所愿, 风如影的声音再度响起, 旋即身形出现在楚轩的头顶, 眼神中很力精芒一闪而逝, 接着手持青色长枪, 猛的一枪朝着楚轩的天灵带爆刺而去, 风暴之枪, 璀璨的清光从枪身之内爆发而出, 宛如龙卷风一样, 在枪身周围疯狂地旋转起来, 发出呜呜的刺耳间笑声, 一丝丝狂暴的气息从其中蔓延出来, 仿佛风如影这次出的不是一柄长枪, 而是一道龙卷风暴, 拥有极为可怕的威力, 全重力场, 青色龙卷风暴不断在瞳孔中放大, 楚轩没有丝毫的畏惧, 轻贺一声, 眉心上浮现出一道黑色小塔的图纹, 旋即一层层黑光迅猛地从其中挥洒而出, 蔓延空间, 呼吸之间, 原本这方充满青色, 仿佛风之世界的天地, 顿时变成了黑色, 无穷无尽的重力, 开始涌现出来, 朝着风如影压迫而去, 重力, 黑光笼罩在风如影的身上, 他的速度顿时锐减, 脸色忍不住唯唯一变, 给我破, 速度锐减, 风如影的招式没有了急速, 对于楚轩来说也就没有了危险, 大喝一声, 体内磅驳原力汹涌, 璀璨金光弥漫之间, 化作一方金色光阴, 横管虚空, 轰在了那道龙卷风之上, 喷, 龙卷风暴直接暴碎, 风如影的身形倒飞了出去, 他之所以有资格跟楚轩交锋, 唯一的依仗便是那令人来不及反应的急速, 没有了那个, 正面抗衡, 他根本不是楚轩的对手, 风如影, 现在该认输的应该是你了吧, 在重力的影响之下, 你风之意境的根本发挥不出来, 而没有了风之意境,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一招轰飞风如影, 楚轩并没有着急出手, 淡淡地看着倒飞的前者, 哼, 我风如影爬到如今这个地位, 一路上什么棘手近况没有遇到过, 区区重力, 也想让我认输, 你不要异想天开了, 这重力又不是天然的, 只是你依靠宝气施展而出的, 只要破掉不就行了, 风如影不愧是十强榜排列第四的高手, 一下则陷入危险境地, 也没有丝毫慌神, 反而是很快地找到破解之法, 冷笑一声, 双掌陡然捏出一道硬诀, 风龙影, 有龙吟声响彻, 旋即棒驳轻光如同山崩海啸般爆发出来, 一条青色之龙陡然凝聚在这方虚空之中, 旋即龙爪, 龙嘴与龙尾同时挥舞, 狠狠地轰击在那充满着重力的层层黑光之上, 砰, 在这等狂暴的攻势之下, 玄众力场根本没有任何的抵御能力, 直接当场暴碎开来, 天地恢复清明, 就这点手段也想叫我认输, 真是不自量力, 风龙影, 给我杀, 风如影爆喝, 没有了玄众力场的影响, 风之意境的威能再度回归, 青色之龙以极端惊人的速度, 撕裂虚空, 狠狠地朝着楚轩轰杀而去, 这一番攻势的威能十分恐怖, 就算是远海静一众强者都难以抵挡, 显然风如影也已经是动了真格, 想要一招将楚轩解决, 果然, 单靠重力是无法解决风如影的, 看来, 得换一种方式了, 全重力场被破掉, 这件事楚轩早有预料, 若是随随便变一个立场, 便可以击败十强榜中排列第四的风如影, 那么这个十强榜的含金量微粘也太低了些, 既然对于这件事早就有所预料, 那么楚轩自然不会有丝毫惊慌, 双瞳默然地看着那呼啸而来的青涩巨龙, 嘴角勾勒出一抹淡淡笑容, 全重力场, 反向, 楚轩轻贺一声, 黑色小塔的图文顿时再度出现在楚轩的眉心, 一层层的黑光从其中挥洒蔓延出来, 不过这一次, 却是没有朝着外面蔓延, 而是朝着楚轩的体内汹涌而去, 在他体表形成一道黑色的光芒, 经过这么些时日, 楚轩又是再度掌握了一个玄仲塔的玄妙之处, 玄仲力场分为两种类型, 也就是正向和反向, 其中正向的玄仲力场, 就是以重力加持到敌人身上, 而反向的玄仲力场则是加持在自己身上, 当然不是加深重力, 而是抵消化解重力, 快之意境, 施展出反向玄仲力场之后, 楚轩又是施展出快之意境, 本来楚轩的快之意境是比不上风如影的风之意境, 但是在反向玄仲力场抵消重力的帮助之下, 速度竟然超越了四成火后的风之意境, 刷, 楚轩身形微微移动, 周围的虚空泛起一圈圈连衣, 整个人直接凭空消失不见, 通龙, 青色巨龙扑了一个空, 巨大的身形撞击地面, 狂暴青光倾泻出来, 把围台连同周围方圆猝十米的大地都给轰得崩塌下去, 风如影, 你输了, 楚轩的声音, 树然在风如影的背后响起, 沉默, 风如影瞳孔骚然一缩, 玄机猛地转过身去, 便是恶然地发现, 楚轩竟然是不知道何时, 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 在楚轩的背后, 还凝聚着一尊三头六臂的佛陀虚影, 大怒冥王犬, 楚轩大吼一声, 其身后的大怒冥王虚影, 也是发出一声怒吼, 玄机挥舞着六根粗壮的手臂, 以极端狂暴的姿态划过虚空, 狠狠地轰在风如影的身上, 扑斥, 一口溺血狂喷出来, 风如影的身形在虚空中划出一道狼狈的抛物线, 倒飞了出去, 足足飞退了几十丈的距离, 才重重跌落地面, 第248章挑战, 四号组, 楚轩胜利, 看到风如影飞下擂台, 宇花门的直视急忙宣告结果, 与此同时, 另外九座擂台也是结束了比试, 一号擂台的肖帆云, 胜利得最为简单轻松, 人的名书的影, 一般人在肖帆云面前, 别说跟他战斗了, 连大棋都不敢喘一口, 所以肖帆云的对手都没有跟他斗上一番, 直接认输, 二号擂台的末出血, 一招寒冰掌将对手冰封, 赢得胜利, 三号擂台的金元光, 一道建议将对手打得重伤吐血, 赢得了胜利, 四强风如影被楚轩击败, 取代了帝位, 五强牛烈, 凭借着天生审利, 没有动用任何元力和武技, 直接单纯地以肉身力量, 一力将实惠, 把对手击败, 十强中的前五强, 除去风如影运气极为不好之外, 遇到了楚轩这个妖孽, 其余人都是十分轻松地便赢得了胜利, 保住了自己的十强地位, 至于后五强马, 第六强的罗冲面前保住自己的地位, 第七强的宋天书, 被黄宇峰心境天才弟子石山河所取代, 第八强的滕青走运一点, 经过艰苦的战斗, 把选宇峰心境天才弟子慕容清雪击败, 保持住了地位, 第九强的周星, 被天宇峰弟子柳青海取代了地位, 第十强的白昊, 击败了天宇峰弟子黄云, 保持了地位, 以上, 就是这次四峰会五十大比试小组最终的比试结果, 这次的四峰会五第一轮已经结束, 休息一个时辰之后, 接下来就是第二轮比试, 名为十强争霸赛, 规则很简单, 如果你对自己目前的地位并不满意, 便可以向排在自己排名之前同门发出挑战, 胜利了, 你便可以取代对方的位置, 失败的话, 位置不变, 宇峰门的直视高声喝道, 终于进入决赛了, 楚轩深吸一口气, 眼角的冷漠于光朝着排名第一的肖帆云望了过去, 略薄的嘴角轻轻拧起, 勾勒出一抹冷笑, 肖帆云也是注意到楚轩的目光, 淡漠的双瞳中, 荡漾出一抹森然杀意, 不过,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两人都是走下擂台, 进行休息, 丰如影竟然都落败给这个小子了, 高台之上, 丽宇峰手作其画原的脸色十分难看, 本来他还指望着丰如影击败楚轩, 好好的错一错天宇峰手作的锐气, 但是没想到, 丰如影竟然被楚轩击败, 他再一次被打脸, 当初在新生榜鄙视之上, 他也老是被楚轩打脸, 堂堂一个宇峰的手作, 接二连三地被区区一个弟子打脸, 其画原怎么可能不恶目? 这个楚轩不是一心资质的废物吗? 怎么会如此的厉害? 我记得楚轩是用刀的, 刀法也是他最厉害的手段, 对付丰如影的时候却没有动用, 只是用了拳法便将丰如影击败, 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权力, 楚轩的实力比起半年前, 最起码强横了十几倍, 我的天, 这家伙不是一心资质的废物吗? 在区区半年之内, 怎么可能获得如此惊人的提升? 莫非我们当初看走眼了, 旁边, 玄宇峰和黄宇峰两大手作,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楚轩, 满脸的不可思议之色, 他们都不明白, 明明只是一心资质的楚轩, 怎么会在区区半年时间中, 变得如此凶悍? 全集, 两人似乎想到什么, 心中涌起了浓浓的后悔, 若是早知道楚轩是这种妖孽, 当初别说他检测出的只是一心资质, 就算是半心资质, 他们也抢着药啊, 可惜,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卖, 都傻眼了吧, 都后悔了吧, 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 嘿嘿, 看到地宇峰手作三人那难看的神色, 天宇峰手作心中别提有多开心了, 如果不是场合不合适, 他估计已经仰天大笑了, 后悔的, 可不只是地宇峰手作三人, 在论物店南边选宇峰的席位之中, 一道倩影用美眸死死地盯住楚轩的身影, 一双亮丽的美眸中, 荡漾着浓烈的后悔情绪, 这道身影, 赫然正是慕容清雪, 当初他看到楚轩只有一心资质, 便是立刻转变态度, 原本好不容易跟楚轩建立起来的友谊, 瞬间崩塌, 本来他是不怎么在意的, 但是如今看到楚轩击败风如影, 从死亡祖宗脱颖而出, 心中别提有多后悔了, 想起自己当初的愚蠢举动, 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 天宇峰, 席位中, 大师兄就是大师兄, 真牛, 在死亡组中都可以脱颖而出, 第一次参加四峰会舞, 就取得了第四强的好名次, 有了大师兄, 我天宇峰崛起指日可待啊, 不错, 不错, 还有柳青海师兄, 也很厉害, 取得了十强榜的第九名, 看到楚轩击败风如影, 柳青海击败了周青, 分别取得了十强榜中第四强和第九强的好名次, 天宇峰弟子一个个兴奋无比, 仿佛那击身十强榜的不是楚轩和柳青海, 而是他们一样, 当然, 这也不能怪他们太过兴奋, 近些界的四峰会舞之中, 天宇峰一直排名垫底, 十强榜之中竟然没有任何一位天宇峰弟子, 这一点使得天宇峰弟子经常受到嘲笑, 如今终于出现了两位, 其中一位甚至直接蹦到了第四,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番, 自然是无比开心, 面对着周围人的恭喜, 楚轩脸上满是毫不在意的笑容, 区区十强榜第四就能够让他满足吗, 怎么可能, 他的目标, 可是十强榜第一, 一个时辰的时间, 很快过去, 羽化门的直视走出来, 大声喝道, 十强争霸赛现在开始, 有一挑战的弟子, 现在可以跟我提出申请了, 哗啦, 直视的话音落下, 场面顿时火爆起来, 之前的十大小组比试, 只不过是开胃菜而已, 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 是每一届次峰会舞最精彩的一部分, 所有的羽化门弟子, 都是伸长脖子, 携带着第一场交手的十强榜高手, 我要进行挑战, 淡默的声音响起, 这是, 肖帆云, 肖帆云竟然发出了挑战, 肖帆云已经是第一名了, 竟然还发起挑战, 他想要挑战谁, 他还能挑战谁, 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 众人便是恶然发现, 那第一个提出挑战深情的不是别人, 赫然正是十强榜第一名的肖帆云, 顿时场中爆发出一阵阵惊呼之声, 在那一道道惊恶目光的注视之下, 肖帆云缓缓地站起身来, 态度极其轻蔑地冲着楚轩勾勾勾手指, 淡淡地道, 滚过来受死吧, 第249章滚下来, 什么, 第一名的肖帆云竟然向第四强的楚轩发起了挑战, 那小子虽然击败了风如影, 但貌似还不够资格被第一名的肖帆云点名挑战吧, 那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何的何能, 看肖帆云那满脸杀意的模样, 莫非是楚轩跟他有过节, 看样子很有可能, 看到肖帆云挑战的竟然是楚轩, 顿时整座论武殿顿时爆发出一阵充满不可思议的惊呼声, 众人议论纷纷, 猜测肖帆云为何点名挑战楚轩, 其中的缘由, 竟然是被他们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糟糕, 肖帆云竟然挑战大师兄, 这小子麻烦了, 天宇峰一方的弟子,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格格脸色巨变, 没办法, 肖帆云的威名实在太强横了, 十强榜第一, 以一己之力镇压四大宇峰所有内门弟子, 如此强悍的人物, 竟然点名挑战楚轩, 他们自然是无比担忧,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楚轩这个当事人神色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脸上依旧是淡漠, 淡淡地道, 虽然早有预料会有一战, 但没想到这一战会来得那么快, 不过, 既然已经来了, 我也不会畏惧, 你要战, 那我便陪你一战, 我也正好想看看, 你这时强榜第一, 到底有何本事, 话音落下, 楚轩缓缓地从席位之上站起身来, 等一等, 然而, 就在楚轩准备走进场中的时候, 那名羽化门的直视突然出声阻止, 肖帆云, 不好意思, 你的申请无法通过, 羽化门有规矩, 十强争霸赛, 只能排名低地挑战排名高的, 而排名高地, 只能挑战排名低的, 嗯, 文言, 肖帆云眉头顿时皱起, 他没想到十强争霸赛竟然还有这个规矩, 是的, 那只是点点头, 羽化门是一个极其讲究规矩的宗门, 只要是立下的规矩, 谁都不可以破解, 哪怕是肖帆云这位十强榜第一, 也绝对不能违背羽化门定下的规矩, 当然, 羽化门是不会随便乱定规矩的, 之所以有这条规矩, 是防止排名高的十强弟子, 为了让自己羽豐的同门上位, 胡乱去挑战排名低的十强弟子, 就好比现在这样的情况, 若是同意肖帆云去挑战楚轩, 他把楚轩打成了重伤, 那么排名第五的牛猎, 便可以轻松上位达到十强榜第四名, 这样的事情, 羽化门绝对不允许发生, 四峰会舞的目的是让四大羽豐的弟子进行良性竞争, 可不能进行乐性竞争, 这楚轩运气还真好, 十强争霸赛有这规矩, 肖帆云不能出手对付他, 他可以逃过一劫, 否则的话, 肖帆云师兄出手, 他不死也要重伤, 是啊, 是啊,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为楚轩感到庆幸, 他们并不认为楚轩有资格做肖帆云的对手, 不过, 出乎预料的是, 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楚轩面带微笑地站起身来, 淡淡地道, 既然肖帆云你不可以挑战我, 那便由我来挑战你吧, 什么, 楚轩主动挑战肖帆云, 他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不走, 地狱无门硬闯啊, 众人双眼中充满震骇神色, 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楚轩, 在他们看来楚轩的这番举动,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不行, 那名羽化门的直视依旧摇头, 否决了楚轩的挑战申请, 为什么, 楚轩眉头为皱, 肖帆云挑战自己不行, 自己挑战肖帆云也不行, 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那名羽化门直视苦笑一声, 说道, 四峰会五的规矩, 三强之下是可以随便挑战的, 而三强并不可以随便挑战, 得需要资格, 什么资格, 楚轩问道, 李申为四强, 拥有挑战三强金元光的资格, 若是你挑战金元光成功, 便有资格继续去挑战二强莫出血, 当你成为第二强之后, 才可以挑战最强的肖帆云, 那名直视说道, 楚轩眉头为皱, 旋即仔细一想, 便是释然, 羽化门的这个规矩还真是想的周全, 是防止十强中的另外九名, 对第一名发动车轮战, 十强之中每一个都是十分厉害的高手, 若是一起对第一名发动车轮战, 哪怕第一名的实力超绝, 怕是也难以招架,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架不住朗多, 有点意思, 知晓了这个规矩, 楚轩嘴角挑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这种挑战方式, 跟自己在地球上玩的游戏有点类似, 得解决一个个的小boss, 才能与最终的大boss对战, 三强金元光和二强莫出血, 明显就是小boss, 而萧帆云则就是最终的大boss, 既然如此, 念头落下, 楚轩低音一句, 玄机纵身跃上雷台, 冲着地狱风席位中, 一味身穿金袍,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冷漠无比的年轻人拱手道, 金元光, 还请四角, 已确定要挑战金某, 金某乃是一名剑客, 而剑客的攻击力是所有舞者之中, 最伶俐, 金某出手也是向来不懂得手下留情, 你若不想缺胳膊断腿的话, 还是退下吧, 金元光抬起头, 漠然地瞥了一眼楚轩, 淡淡地道, 呵呵, 剑客的功法伶俐, 这点我自然是知晓的, 不过, 我既然敢挑战你, 自然是有着一定的把握对抗你, 还请下场吧, 楚轩脸上挂着淡淡地微笑, 道, 非要我把话说得难听才会明白吗, 看到楚轩不依不饶地想要挑战自己, 金元光的双眸中顿时浮现出一模冷意, 你才区区宁元进七重修为, 而金某已经到了远海进二重, 单单是这等修为差距, 就不是你可以比你的,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滚下擂台, 再继续招惹金某, 那后果怕不是你可以承受的, 金元光是一个比灵寒光更加高傲的剑客, 之前他不接受楚轩的挑战, 是因为他看到楚轩只有区区宁元宁七重修为, 便不屑于他纠缠, 但没想到楚轩纠缠不休, 终于惹怒了他, 一丝丝凌厉的剑意波动, 从金元光的体内释放出来, 他身旁的那些羽化门帝子, 在感受到这股剑意的时候, 顿时有一种灵魂都要被撕裂的骇然感觉, 金元光的剑意又增强了, 几乎已经达到了三成火候极限的境界, 估计距离突破四成火候, 已经没有多少距离了, 剑客最重要的就是剑意, 剑意每提升一成火候, 战力便会暴涨好几倍, 倘若金元光将剑意提升到四成火候, 怕是连肖帆云都有一定的机会击败, 如此剑道强者, 一个刚刚冒出来的楚轩, 竟然也敢挑战, 真是做死啊, 众人议论纷纷, 挺不错的剑意, 感受到金元光散发出的剑意, 楚轩浑然不惧, 眉头一挑, 看向前者, 原本脸上的温和笑容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一抹寒冬腊月般的冷酷, 滚, 没问题, 不过, 不是我滚, 而是你金元光, 给我滚下来, 第250张鸡斗金元光,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便成全你, 楚轩三番五次挑衅, 更是出言不逊, 终于是彻底把金元光惹毛了, 深邃的眸子中, 凛冽含义荡漾而出, 旋即猛地站起身来, 唯唯一晃, 便是化作一道金色流光, 瞬息间来到擂台之上, 好, 金元光已经接受挑战, 持强争霸赛第一局, 开始, 看到金元光登台, 那名羽化门的直视立刻大喊道, 你们猜, 金元光师兄会用几招打败楚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我猜十招, 我猜五招, 你们都太看得起这个叫楚轩的吧, 他才宁元静七重修为而已, 而金元光师兄可是元海静二重修为, 再加上身为剑客, 功法伶俐无匹, 金元光师兄可越阶挑战元海静四重强者, 我估计一个照面, 金元光师兄便可以将这楚轩打残了, 看到金元光登台接受挑战, 周围的那群羽化门弟子, 立刻开始起哄, 纷纷猜测楚轩可以在金元光手底下走过几招, 没有一个人看好楚轩, 认为他可以胜过金元光, 甚至连许多天宇峰的弟子, 都不看好楚轩, 天宇峰手作, 你峰内的这个叫楚轩的小子, 修为不怎么样, 性格倒是挺嚣张啊, 看到这一幕, 高台至上的地宇峰手作齐画员, 发出一声嘲讽的轻笑, 是不是嚣张, 待会不就知道了, 现在多说无意, 天宇峰手作神色淡然的道, 不过他虽然表面看起来平静, 但是内心却十分紧张, 身为天宇峰大师兄的楚轩, 现在代表的可不是他个人, 而是整座天宇峰, 这一战如果胜利了还好, 会让天宇峰名声大战,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对于天宇峰的名望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小子, 先接金某一招, 让金某看看你有几斤几两, 竟然敢挑战金某, 金元光没有任何废话的意思, 在只是宣布比试开始的时候, 他便是冷喝一声, 玄机悍然出手, 刷, 身为剑客的金元光, 并没有拔出自己的宝剑, 而是以双指代替, 凌空横辉, 蹦射出一道凌厉无比的金色光刃, 破开层层虚空, 朝着楚轩切割而去, 一个剑客的一身修为, 基本都在剑道之上, 没有剑的话, 战斗力立刻就要大打折扣, 金元光此举, 分明是对楚轩的蔑视, 不过, 金元光虽然嚣张了点, 但是他真的有嚣张的实力, 这随手的一道剑指, 便有重创名援近九重修为武者的威力, 不愧是名列三强的高手, 果然厉害, 不用剑马, 看到金元光竟然不拔剑, 楚轩的眉头唯唯一皱, 旋即身躯唯唯一震, 胸膛之上的五道造化神闻, 便是猛烈地震动起来, 混沌光则挥洒, 凝聚在他的体表, 仿佛是穿上了一套威猛的混沌铠甲, 破, 楚轩轻喝, 大手探出, 心而易举地捏碎了那道金光, 金元光, 仅仅凭借这些招数, 是不可能胜过我的, 不要浪费时间, 赶紧拔剑吧, 楚轩收回大手, 淡淡地道, 有点实力, 怪不得敢如此嚣张, 不过, 想要让我拔剑, 还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那道金色剑芒, 虽然只有他的三成功力而已, 但是其中蕴含着的金之易镜, 灵力之微可重创宁元静九重强者, 楚轩不过区区宁元静七重修为, 静可轻易破解, 这让金元光有点惊讶, 不过, 也仅仅只是一丝惊讶而已, 金元光依旧没有将楚轩放在眼中, 刷, 刷, 剑指挥洞, 璀璨金光在场中爆发开来, 在那时空中化作无数柄密密麻麻的金色光剑, 每一柄金色光剑都散发着浓烈的灵力气息, 当那些灵力气息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未能顿时暴涨醋背, 使得空间都扭曲起来, 仿佛要被撕裂, 杀, 金元光冷和一声, 手掌挥动, 顿时那漫天的灵力金色光剑, 便如同倾盆暴雨般, 在虚空带起一道道绚丽的金色光尾, 朝着楚轩疯狂残射而去, 不想拔剑, 那我就逼你拔剑, 朴实无华的一拳轰出, 看似简单, 却爆发出极为恐怖的威力, 前方的虚空都被打爆而去, 实质的空气波纹, 疯狂地在天地间荡漾, 楚轩一掌推了过去, 那些实质的空气波纹, 变化作一道犹如海啸般的透明巨浪, 朝着那漫天金色光剑碾压了过去,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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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天的金色渐光, 顿时通通湮灭, 刷, 通碎渐光之后, 楚轩嘴角挑起一抹冷笑, 脚掌一瞪地面, 强横地尽力把脚下坚硬的石板都踩得爆裂粉碎, 实现飞舞之间, 其身形犹如出塘炮弹般掠出, 瞬间来到金元光面前, 右腿如猛龙出海般轰了过去, 咚, 楚轩的速度快, 金元光的反应也不慢, 在那一腿即将降临的时候, 反手翼掌带着凶猛的金光拍了过去, 与那如龙般的一腿撞击在一起, 一道低沉起爆声, 从焦急之处响彻而起, 肉眼可见的气浪朝着四面八方横扫开去, 一些距离雷台近的羽化门弟子, 直接被掀翻在地, 全集, 一道身影狼狈地从那焦急之处暴退开去, 众人定睛一看, 赫然正是金元光, 金元光的实力的确强大无比, 但那是在他手中有剑的前提之下, 手中无剑, 他一身的恐怖实力顶多只能发挥出个四五成, 而楚轩的肉身可是修炼过造化神体的, 硬碰硬之下, 他哪里是对手, 正面交手, 竟然可以把金元光击退, 这楚轩的实力好强, 只是他走运罢了, 金元光没有拔剑, 如果金元光拔剑的话, 刚才一剑就可以把他的大腿给斩掉, 绝对不可能轰退金元光, 就是, 就是, 众人看到楚轩将金元光轰退, 顿时发出一阵充满震撼的哗然之声,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 认为楚轩不过地占了金元光没有拔剑的便宜而已, 金元光, 现在可以拔剑了吧, 对于周围的议论声, 楚轩浑然不在意, 深邃的双眸平静地望着不远处的金元光, 淡淡地道, B251张金光破天剑, 足足在虚空中暴退了促十丈的距离, 金元光方才停下脚步, 冷漠的脸庞之上浮现出些许阴沉之色, 之前他对楚轩不屑一顾, 而眼下却被对方击退, 这就好像是一道无形的耳光, 狠狠地抽在他的脸上, 叫他名誉扫地, 这种感觉, 可当真是叫人不爽得很, 充满着灵力精芒的双瞳, 锁定着不远处的楚轩, 金元光冷声道, 没想到你一个区区宁元静七重修为的舞者, 竟然有这般不俗的实力, 叫人惊讶, 你的确有资格让我拔剑了, 不过可惜, 你也只能让我发挥出六成的实力而已, 既然你那么想剑是我的剑术, 那我便成全你, 借我一剑, 说着, 金元光的大手放在配在腰间的剑柄之上, 手掌仿佛被加持了快之意境一样, 以极端惊人的速度, 将剑翘内的宝剑拔了出来, 顿时金光四溢, 一团极致灵力波动由弱飓风搬在天地间横扫开来, 那灵力的波动仿佛可以撕裂一切, 哪怕是虚空都无法避免, 在与灵力波动接触的瞬间, 方圆数百米范围内的空气, 顿时便是被绞杀的干潜静静, 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一丝丝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可怕气息, 从那真空地带内蔓延出来, 楚轩的双眼微微逆起, 一丝凝重之色浮现而出, 这金元光虽然是嚣张了点, 但他的确有着嚣张的资格, 看这番架势, 把金元光说是羽化门内门第子中第一剑客都不畏过, 真空剑流, 剑客的攻击不仅凌厉, 而且还十分的迅速, 没有人看到金元光是如何出手的, 众人只是听到一声清喝, 玄机虚空中有一抹金色光芒一闪而逝, 玄机那虚空中的虚无空隙, 顿时仿佛受到牵引般汇聚起来, 化作一柄巨大的透明巨剑, 吃拉, 透明巨剑撕裂天地, 以极端惊人的速度, 朝着楚轩斩杀而去, 大怒冥王拳, 金元光的剑道太过凌厉, 就算是已经将造化神体修炼到第五重巅峰境界, 楚轩也不敢以肉身迎接, 大鹤一声, 包裹在混沌光泽中的拳头, 捏出一道拳印, 带着三头六臂的佛陀虚影轰杀而去, 咚, 两人的攻势碰撞十分猛烈, 在撞击的刹那, 便是有一团肉眼额空间的能量波纹, 犹如惊涛骇浪般从焦急之处席卷开来, 虚空仿佛要崩塌了一样, 大地都震荡起来, 刷,刷, 护尔, 两道流光时的身影从爆炸的中心暴退, 两人足足暴退了猝十米距离, 接着双脚一瞪地面, 再度朝着对方扑了过去, 一道混沌流光, 一道金色流光, 在虚空中拖出两道绚丽的光尾, 仿佛两枚从星空中陨落的流星, 以一种极端震撼眼球的方式, 再度碰撞在一起, 砰,砰,砰, 两人的交手速度太快了, 看到在场的羽化门第子之中, 只有个别几个人可以看清, 几个呼吸的而已, 便已经交手了猝十招, 每一次的交手, 攻击碰撞在一起, 都会在虚空中爆出一道透明的气环, 这场战斗真是太精彩了, 怪不得这楚轩竟然敢挑战金元光, 原来看似只有宁元净七重修为的他, 真实战斗力居然是如此的厉害, 竟然可以跟金元光相斗, 龙争虎斗啊, 虽然大部分羽化门第子都看不清楚这场战斗, 但是越看不清楚, 他们就越是激动, 兴奋的脸庞长红, 双眼瞪圆, 死死的盯住虚空, 希望看出蛛丝马迹, 这样的高手的交锋, 只要看懂一点, 都可以叫他们受用无穷, 通龙, 在一道道的目光注视之下, 楚轩和金元光又是一次碰撞, 旋即两个人倒飞了出去, 双脚踩住虚空, 足足查出一道上百米长的清晰气浪, 那模样简直好像是在踏浪而行, 这个叫楚轩的到底是什么怪胎, 区区宁元净七重修为而已, 竟然就可以跟我斗隔不相上下, 虽然没有使用权力, 只有了六成力量, 但也极为惊人, 定住身形, 金元光脸上的清涅神色已经消失了, 第一次浮现了凝重的神色, 通过刚才的交手, 他已经清楚地明白, 这楚轩虽然修为低微, 但是实力当真是不可小瞧, 当然, 楚轩表现出的实力虽然惊人, 但金元光却并不在意, 因为他还没有发挥到极限, 如果发挥到极限的话, 他有时常把握击败楚轩, 深吸一口气, 金元光嘴角挑起一抹冷笑, 道, 楚轩, 你的实力真的很强, 如果今天你是跟我同等修为的话, 或许我会败给你, 但可惜, 这世界上没有如果, 不管你实力多强, 你终究只是个宁元净高手而已, 而我却是远海静的舞者, 接下来, 就让你见识一下远海静强者的恐怖吧, 金元光性格无比的高傲, 身为堂堂远海静强者, 与一个宁元净七重的舞者打到现在, 对于他而言简直就是尊严上的一种侮辱, 准备全力以赴, 击败楚轩, 不想纠缠下去了, 哗啦啦, 话音落下, 金元光的体内顿时有一团磅薄的金色原力, 扑天盖地的席卷而出, 呼吸之间, 金色原力便是覆盖了方圆百米的虚空, 在那里翻滚荡漾, 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金元光终于要动用全部实力了嘛, 之前才动用六成功力的金元光, 都那么凶悍了, 若是动用全部实力, 岂不是要逆天? 看来这楚轩要落败了, 不过, 第一次参加四峰会舞, 就逼迫的金元光施展出全力才可以对付, 这成绩也十分辉煌了, 感受到那金色海洋散发出的恐怖波动, 众人忍不住惊呼道, 金光破天剑, 灵力无双的剑翼, 锐力无匹精之意境, 伴随着一声清喝, 陡然从金元光的体内爆发出来, 两种意境纠缠在一起, 一股四可撕裂天消的气息爆发出来, 接着那弥漫在虚空的金色海洋开始压缩, 呼吸之间, 一柄尊贵无比, 散发着金色光阴的巨剑, 陡然凝聚在虚空之中, 金元光单手在虚空中虚握一把, 接着挥舞那柄金色巨剑, 在虚空中带出一道璀璨的金色光痕, 爆展而出, 吃啦, 金色巨剑还未降临, 散发出的剑气, 便是在大地之上撕裂出一道巨大的猙獰风, 金元光, 你终于拿出真本事了吗? 很好, 你有资格让我出刀了, 第252章上古兵足, 冰雪一镜上, 金元光, 你已经够资格让我出刀了, 那呼啸而来的金色巨剑, 威力十分的恐怖, 就算是远海静一众强者都难以抵挡, 但是楚轩望在眼中, 确实丝毫都未曾惧怕, 反而是嘴角微微一挑, 说出一句看似淡然, 但实际上无比狂妄的话来, 楚轩也没有拿出全部实力, 这怎么可能, 他不过才宁愿尽七重修为, 怎么可能有那么强横的战斗力? 对了, 刚才楚轩说他要出刀了, 难道说他是一个用刀的高手? 听到楚轩的话, 众人顿时满脸惊讶神色, 雷兽变, 壁漆变, 雷相变, 一声如雷爆般的大吼声响起, 旋即一股璀璨的雷光在虚空中爆发开来, 接着有嘶吼声响起,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之下, 一尊雷霆巨像陡然凝聚在虚空中, 摸, 雷霆巨像仰天怒吼, 抬起巨大的象提, 狠狠地朝着那呼啸而来的金色巨剑踩了过去, 砰, 璀璨的雷光与耀眼的金光爆发, 金色巨剑直接爆碎, 而雷霆巨像也不好受, 象提也是被那爆发出的灵力波动, 给斩断, 不过, 雷霆巨像可不是活物, 而是雷霆之力凝聚的, 失去一条象提没什么大碍, 反而是惊怒了他, 幕后一声, 场掌的象鼻犹如上古雷神手中的雷霆之鞭, 狠力无比地向着金元光鞭挞了过去, 惊天剑舞, 看到这一幕, 金元光瞳孔顿时一缩, 手中金色宝剑舞动, 带起无数道密密麻麻的金色剑影, 在面前交织成一道金色光幕, 而就在金色光幕形成的瞬间, 那雷霆向鼻猛轰而来, 砰, 金色光幕直接爆碎, 金元光的身体狼狈地倒飞出去, 刷, 身经百战的楚轩, 清楚地知道, 面对金元光这种厉害的对手, 要么是一口气将对方打趴下, 只要给对方一丝喘息的机会, 就有扳回局面的可能, 所以在后者倒飞出的瞬间, 他便动身了, 快之意境加持, 反向玄重力场加持, 楚轩的速度飙升到一种恐怖的层次, 快到看不清形体, 指尖到模糊的光影在天空中掠过, 瞬间出现在金元光的头顶, 斩, 楚轩大喝一声, 手中宝刀猛烈斩出, 一道月牙般的悠悠光刃, 从其中爆发出来, 一阵阵凌厉的刀翼从其中荡漾出来, 把时空都给切割开来, 刀翼, 三成极限火候的刀翼, 大悠悠光刃金元光并不惧怕, 但是其中散发出的刀翼, 却是让他脸色为变, 他是一名领悟中剑翼的剑客, 也是三成极限火候的境界, 他自然是知道, 这个程度的刀翼都多么可怕, 给我破, 金元光不敢有丝毫怠慢, 鼓动体内的剑翼, 三成极限火候的剑翼, 陡然火山爆发一样的喷涌而出, 在虚空中凝聚成衣柄看不见的剑翼常见, 如烽火狼烟般直冲虚空, 撞击在悠悠光刃之上, 砰, 悠悠光刃直接崩碎, 但是其中蕴含的刀翼, 却是山红倾斜般的汹涌而出, 与那剑翼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东, 毕竟的碰撞无形无相, 无声无息, 但是那剑翼与刀翼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众人还是感觉到天地都是猛的一阵, 旋即一团看不见的恐怖气息, 在虚空中蔓延开来, 众人灵魂站立, 虽然他们无法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却有一种感觉, 倘若他们现在跑到两人交手的区域之中, 下场绝对是毫无疑问, 灵魂要被撕裂开来, 嗡嗡, 在众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 刀翼与剑翼撞击在一起之后, 顿时一道无形的异境冲击波, 在虚空中成圆形的横扫开来, 打在楚轩和金元光两人的身体之上, 顿时, 两人灵魂齐齐一颤, 陷入短暂的狮神之中, 就那么愣愣地树立在虚空中, 好机会, 楚轩的灵魂力太过雄浑了, 灵魂震荡的效果仅仅只是维持了两三秒的时间便是解除, 而此时金元光依旧没有清醒过来, 处于魂恶状态, 眼前顿时一亮, 呼啸而去, 金元光, 你输了, 金元光刚刚清醒过来, 楚轩便来到他的身旁, 蕴含着刚蒙力量的一拳, 破空砸来, 金元光来不及反应, 催动体内磅驳原力, 化作一道金色光膜, 砰, 咔嚓, 大薄弱的光膜, 哪里能抵挡楚轩这霸道的一拳, 直接被砸得粉碎, 旋即轰在了金元光的胸膛之上, 带起一道咔嚓的鼓劣声, 哇, 金元光一口溺血喷出, 身形笔直的重重叠落在地面之上, 发出轰隆的声音, 就这么输掉了, 金元光竟然输掉了,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满脸震撼, 有些回不过神来,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强大的金元光, 几乎称得上羽化门内门蒂子中第一剑客的金元光, 竟然就那么输掉了, 不可思议, 其实, 若是这些羽化门蒂子知道意境碰撞的凶险程度, 也就不会如此惊讶了, 意境碰撞看似无形无相, 但是实际的危险却比原力修为碰撞还要高出好几倍, 一个不小心就会导致灵魂受创甚至直接泯灭, 最轻的影响, 也是灵魂震荡, 陷入短暂的失神之中, 而高手过招, 一个小错误便可以决定战斗局面, 金元光若是以棒驳原力抵挡楚轩的刀意, 还不至于输得那么快, 但可惜他自己作死, 选择了与楚轩进行意境碰撞, 虽然两人的意境都是同样的火候境界, 但奈何楚轩的灵魂力无比浑厚, 导致中了灵魂震荡之后, 楚轩清醒得比他快, 抓住了那烧纵即逝的机会, 将他击败, 如果是生死大战, 我不会输得那么快, 不, 我不会输, 金元光脸色阴沉, 十分不甘地咬牙切齿道, 他这倒是大实话, 当才楚轩虽然得手, 但也只是将金元光打成了轻伤而已, 他还有一战之力, 若是生死之战的话, 他还可以继续, 但可惜这是比武切磋, 他跌落到擂台之下, 便算是输了, 也许吧, 楚轩淡然地笑了笑, 他可没有兴趣告诉金元光, 这其实并不是他的全部实力, 毕竟戴会还要应付一个萧帆云, 现在暴露太多的实力, 可不是明智的选择, 竟然把金元光都给击败了, 持强席位之上, 莫出雪翘脸上带着些许惊讶之色望向楚轩, 美眸中闪烁着奇异的金芒, 似乎想要将楚轩看透, 但是不看还好, 这一看, 他的一颗芳心顿时一颤, 泛起了波澜, 楚轩就仿佛是一座笼罩在迷雾中的深渊般, 他根本看不透, 也看不出深浅, 希望刚才那是他的全部实力了, 不然的话, 我这第二强的位置怕也难以保得住啊, 莫出雪心中默默地说道, 有点意思, 此时, 萧帆云的嘴角也是挑起一抹森冷笑容, 这样也好, 若是太弱的话, 杀起来也没有意思, 有点实力, 可以挣扎一样, 那样杀起来才会有快感, 第253章上古兵足, 冰雪一静下, 十强争霸赛第一局, 楚轩胜利, 取代金元光, 成为十强榜之第三强, 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 羽化门的直视走出来, 宣布结果, 全集, 直视看向旁边的楚轩, 问道, 楚轩, 你要不要继续挑战, 如果不挑战的话, 你的名额就会被定在了第三强的位置了, 当然继续, 楚轩笑着点头, 他的目标可是第一的萧帆云, 区区三强位置虽然已经算很高了, 但满足他的胃口, 明显还不足够, 三强金元光已经挑战成功, 那么接下来, 便是莫出雪这位第二强了, 只要再将莫出雪击败, 那么便可以迎来最后一场战斗, 挑战萧帆云, 争夺十强榜第一了, 莫师姐, 还请四角, 面头落下, 楚轩看向那盘坐在石墙席位之上, 那位游若白衣冰雪仙子般的身影, 既然楚师弟有这个兴趣, 那师姐我也不好拒绝, 就陪你玩一玩, 弹口中吐出一道幽蓝气息, 莫出雪缓缓地站起身来, 一步凌空踏出, 脚下寒光点点, 竟然把虚空冻结成冰块, 化作一排长长的冰块阶梯, 他连不为一地走了下来, 这一幕, 就好像是那幽居在月宫之中的仙子, 降临凡尘一样, 饶式楚轩看到这一幕, 某中都是忍不住荡漾出些许惊艳之色, 不过很快便回国神来, 将那一抹惊艳压制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浓浓的忌惮, 以管亏报, 楚轩已经从这一招简单的小手段中, 看出莫出雪的强大, 其实力绝对比那晶圆光要强横许多, 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不能怠慢, 好了, 莫出雪已经同意接受挑战, 你们可以开始了, 看到莫出雪上台, 那名羽化门直视立刻是退到一旁, 然后宣布开始, 楚师弟, 我要出招了, 你小心一点, 磅薄的寒气在雷台之上席卷而来, 雷台的表面凝聚出一层雪白的冰霜, 莫出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接着穿着白色长靴的狱卒, 便是轻轻点在地面之上, 胶躯带起一道朦胧的白色幻影, 谈冰掌, 瞬息间来到楚轩的面前, 一只白皙的狱掌, 带着森然的冰冻气息, 从莫出雪的衣袖之中闪电般的探出,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白色光痕, 朝着楚轩的胸膛重重拍去, 御掌还未降临, 便有一股动彻骨髓的寒气清洗而来, 楚轩只感觉浑身发朗, 体表浮现出一层薄薄的白霜, 体内的造化原力和血脉都有被冻结的迹象, 不愧是排列第二强的莫出雪, 一出手的威势就比纳金元光厉害了太多, 这一掌若是拍个实在, 怕是寝客间就可以把它冻结成一尊冰雕, 破,楚轩大鹤, 造化神体催动到极限, 胸膛处的舞蹈造化神闻猛烈震动, 一股股刚猛霸道的力量激发出来, 瞬间便是将身上的白色寒霜震碎, 一切恢复正常, 旋即五指握拳, 笔直地轰了过去, 咚,拳掌碰撞, 一团狂风吸带着无数的白色光点, 在虚空中扫荡开来, 那番场景, 简直是犹如在下的暴风雪一样, 一道倩影, 从那漫天风雪中飘逸退出, 赫然正是木出雪, 雷兽变, 第六变, 雷尸变, 楚轩大鹤一声, 手握冷月无双刀, 一刀猛烈怒劈出去, 雷光激荡, 幕后咆哮, 一道雷霆巨师陡然出现在虚空中, 旋即迈动着粗壮的四体, 奔腾而出, 天下飘雪, 莫出雪仿佛没有看到那雷电雄狮一样, 笑脸依旧冷漠淡然, 玉手轻轻一握, 一柄白色宝剑出现在掌心中, 晖晤开来, 白光弥漫, 天空中立刻飘下了密集的雪花, 朝着那雷电雄狮冲去, 咔嚓, 那飘荡在虚空中的雪花看似薄弱无力, 但是其中充斥的寒气却连楚轩都为之忌惮, 雪花飘落在雷电雄狮的身上, 寒气爆发, 一片雪花没有作用, 但是成千上万片雪花所爆发出来的寒气, 却是极为恐怖, 雷光泯灭, 那雷电雄狮被冰封起来, 化作一座冰雕, 定格在空中, 栩栩如生, 接着莫出雪玉手轻轻一挥, 剑光闪烁之间, 将那冰封的雷电雄狮搅碎成无数冰屑, 好剑法, 楚轩惊叹一声, 第六变虽然不是雷兽变刀法最强的一招, 但威力也不可小觑, 配合是四成火后的雷霆一镜, 绝对可以重创圆海径一重强者, 然而却被莫出雪轻飘飘地化解了, 可见对方的实力有多么强横, 楚师弟的刀法也很是厉害, 差点就伤到我了, 莫出雪谦虚一笑, 玄机轻呼一口气, 接着道, 既然楚师弟觉得我剑法不错, 那师姐就再给你献丑一招了, 冰之缘, 绽放, 一声娇喝朔然响起, 顿时一股奇异的波动从莫出雪的郊区内释放开来, 在那奇异气息的加持之下, 他体内的原力威力, 陡然凭空上涨了一截, 上古兵族的血脉之力, 感受到这变化, 楚轩瞳孔唯唯一缩, 楚师弟好眼光, 不错, 正是上古兵族之力, 莫出雪点点头, 道, 可惜, 只有一丝而已, 单靠这一丝上古兵族之力, 想要击败楚师弟, 估计还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准备要全力以赴了, 楚师弟多多小心, 被我的寒气清洗入体, 可不怎么好受, 听闻莫师姐有两大底牌, 一是上古兵族的血脉之力, 二就是冰雪易静, 现在上古兵族血脉之力已经施展催动, 那么接下来的应该就是冰雪易静了吧, 楚轩满脸凝重, 但双眸之中却充满着火热的战役, 很早就想领教莫师姐的上古兵族血脉之力, 还有冰雪易静的威力了, 今日终于如愿以偿, 莫师姐不要有顾及, 尽情施展吧, 如你所愿, 莫出血发出一声娇喝, 白皙的双手宛如蝴蝶穿花般在虚空中舞动起来, 带起一道道模糊的幻影, 最终捏出一道神奇硬诀, 紧接着一股奇异波动带着药木地白芒, 从其郊区之中爆发出来, 刹那间整片天帝都变成了雪白, 仿佛是化作了一方冰雪世界, 上古兵族血脉之力, 冰雪易静, 悬开,第254章水火无情, 上, 喝, 冰雪世界之中, 莫出血宛如一尊冰雪女神, 亭亭玉立, 玄机洁白的浩腕从衣袖中微微探出半截, 轻轻在空气中虚化一个圆圈, 接着轻轻一推, 大雪纷飞, 三成火后的雪之意境催动, 无穷的冷冽森白寒芒 从那虚空中的圆圈中爆发出来, 化作漫天的纯白掌印, 卷起彻骨的寒气铺天盖地的轰击下来, 那一幕犹如鹅毛大雪在飘舞般, 雷相变, 一丝丝淡淡的围机感涌现在心头, 楚轩不敢有丝毫怠慢, 手持冷月无双刀, 一刀劈出, 百丈巨大的雷霆巨像出现在这方天地之间, 玄机魁梧身躯一阵, 一道雷霆光环席卷而出, 砰砰砰, 烂天的雪花掌印顿时泯灭, 世界依旧一片纯白, 但却已经是朗朗一片, 莫出血的雪之意境虽然只有三成火候, 但是他体内的上股冰足血脉之力, 却对冰与雪这两种意境有着不弱的增幅, 堪比四成火候的意境, 可惜, 楚轩的雷霆意境是实打实的四成火候, 而且雷之意境威力最为刚往, 一番碰撞之下, 那雪之意境根本不是对手, 四成火候的雷之意境, 楚师弟果然不同凡响, 莫出血的翘脸上涌出一抹淡淡的惊讶神色,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楚轩看起来年纪比他还小, 竟然已经将一门意境修炼到四成火候, 这等成绩莫说放在那门弟子中, 就算是在那真传弟子之中, 也是极为让人震撼的, 不过, 虽然惊讶, 但莫出血并不畏惧, 仅仅只是心情凝重了些许, 不敢再有丝毫怠慢, 喜深吸一口气, 美眸望向那从虚空中猛烈席卷而来的雷霆光环, 御长再度轻轻在虚空中一拍, 雪漫乾坤, 磅薄的纯白原力奔腾, 玄机陡然自末出血的掌心中喷涌而出, 仿佛是雪崩一样, 化作一道粗壮无比的雪之洪流, 轰击了出去, 直接贯穿了那雷霆光环, 狠狠地轰击在雷霆巨像的身上, 恐怖的动气爆发, 雷霆巨像身上的雷光顿时泯灭而去, 原本银色的身躯在此刻化作了纯白之色, 在阳光的倒映下, 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却是化作了一尊冰雕, 咚, 雷霆巨像冰雕从天空中狠狠地跌落地面, 轰得一声巨响, 大地被震得狠狠一跳, 而那雷霆巨像冰雕也是衰裂的粉碎, 修炼冰雪之道的舞者, 十分的难缠, 他们的攻击力或许不是很可怕, 但是那依附在攻击之后的猛烈动气, 却是让所有同级别舞者头痛得很, 甚至就算修为高于他们, 也会感觉到棘手, 因为那猛烈动气简直就犹如剧毒一般, 稍微碰一下都不行, 一旦接触到了, 轻则体内原力与鲜血被冻出冰渣, 运转不畅, 重则就如同那雷霆巨像一样, 直接被冻成冰雕, 摔戈粉碎, 即冰掌, 知晓了楚轩的厉害之后, 莫初雪已经没有丝毫手下留情的打算, 体内的血脉之力全书催动, 弥漫着滔滔寒气的原力再度爆发, 一招轰出, 顿时, 天空中多出一方百丈方圆的寒冰掌印, 犹如一座冰月般, 横冠虚空, 震碎层层空气, 无比凶悍地砸向楚轩, 大怒冥王犬, 楚轩大喝一声, 手捏拳印, 反手一拳带着三头六臂的佛陀虚引轰了出去, 东, 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同时还有一道肉眼可见的能量波纹席卷开来, 楚轩身形被震地倒飞出去, 一层层冰霜飞快地在他躯体表面蔓延开来, 显然是被那寒气入侵, 要将之冻结, 知道莫出血寒气厉害的楚轩, 早有准备, 所以此时并不惊慌, 身体微微一震, 造化神体的威能被催动到极限, 五道造化神闻挥洒出混沌光泽, 将那弥漫在体表的冰霜通通绞碎, 恢复了正常, 不愧是拥有上古冰族血脉之力, 冰雪之道在莫出血的手中, 比普通掌握冰雪之道的武者, 威力最起码要强横了好几倍, 楚轩面带惊讶地看着莫出血, 将造化神体修炼到第五重境界之后, 他的体质对于各种原力的属性 已经有了极为不错的抗性, 普通舞者的冰雪之道, 根本不可能对他造成丝毫影响, 而莫出血却差点将他冰封, 可见他的厉害, 对付莫出血必须要打起12分的警惕, 否则一不小心被冰封起来, 也就意味着这场战斗结束了, 楚师弟, 再接我一招, 冰凤光, 一招取得了上风, 莫出血再度出手, 那穷追猛打的气势跟他的外表 根本一点都不符合, 玉手捏硬绝, 凌空拍出, 顿时一只冰晶凤凰出现在天空中, 莫, 冰晶凤凰施展凤翅, 发出一声高昂的鸣叫, 一对凤眼中满是疯狂之色, 震动双翅,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的冰色光尾, 犹如流星感月般朝着楚轩撞了过去, 刀翼, 楚轩凌空一刀劈出, 虚无的刀翼带着凌厉的波动急出, 咔嚓一声, 冰晶凤凰的翅膀之上多出一道猙獰的伤口, 一只翅膀都快被斩得连根掉落, 但是那冰晶凤凰却不管不顾, 和不畏死地继续朝着楚轩冲击而来, 刷, 楚轩虽然体质强悍, 但也不愿意被这冰晶凤凰撞中, 否则被其中蕴含的恐怖寒气侵袭, 那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身形移动, 急忙躲避开去, 摆凤起飞, 看到楚轩躲闪, 莫出雪的朱唇唯唯一挑, 勾勒出一抹弹笑弧度, 旋即双掌迅速舞动, 在虚空中带起一道道幻影, 接二连三地拍挤出来, 冲动,顿时化作了上百只冰晶凤凰, 身躯一阵, 在虚空中带起无数道绚丽的冰色光尾, 齐刷刷地朝着楚轩冲击而去, 楚轩将速度催动到极限, 不但地躲闪着那些冰晶凤凰, 他仿佛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看似危险无比, 但任由那漫天的冰晶凤凰如何追逐, 都无法将之覆灭, 冰雪牢笼,风, 看到这一幕, 莫出雪昭视顿时一变, 御守虚握一把, 顿时那天空中的上百只冰晶凤凰同时爆裂, 无穷的寒气波涛汹涌般的席卷开来, 接着化作了六面寒冰墙壁, 将方圆百米的虚空中严丝合缝地包围, 楚师弟, 看来这一局是我要赢了, 看到楚轩被困在冰雪牢笼之中, 莫出雪的翘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现在只要他念头一动, 冰雪牢笼中都会释放出恐怖的寒气, 不管楚轩有什么手段, 都难道被冻结的命运, 这可未必, 九阳逐日见, 然而就在莫出雪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道大河声陡然在那冰雪牢笼之中响起, 旋即一声轰鸣, 整座冰雪牢笼便是猛烈地震动起来, 表面开始有裂缝蔓延, 裂缝之中有无穷的赤裂光芒浮现, 仿佛其中隐藏着一枚小太阳斑, 第255章水火无情, 下, 给我破, 一声大吼再度响起, 那从冰雪牢笼中蔓延出的赤裂光芒更加强盛, 裂缝越是越来越大, 冰雪牢笼震动的也是越发猛烈起来, 最终轰的一声, 炸裂成粉碎, 与此同时, 五轮焦阳般的原力光团, 在虚空中滑出五道赤红光痕, 其刷刷地朝着莫出雪冲撞了过去, 那一幕简直就是犹如五轮焦阳坠落一般, 全兵闭, 看到这一幕, 莫出雪翘脸微微失色, 玄机反应过来, 一道足足摆杖后的兵壁, 陡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咚咚咚, 五轮焦阳先后轰落, 接连发出五道几乎可以把人耳膜震破的低沉轰鸣, 那兵壁的防御力极为了得, 面对这样的强悍的攻势, 竟然都没有破碎, 不过, 虽然兵壁没有破碎, 但是那五轮焦阳每轰下一轮, 那兵壁都是猛烈的战斗一番, 十几丈深的冰块顿时被炸碎, 五轮焦阳轰击完毕, 原本那厚打百丈的兵壁, 只剩下了十几张的厚度, 表面更是裂缝遍布, 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 扑斥, 同时, 那五轮凶猛焦阳每轰落下一轮, 莫出雪的脸色便是苍白一分, 到最后嘴唇忍不住一出一丝心红的血迹, 那娇弱的模样, 犹如杜鹃提血般, 莫出雪师姐受伤了, 莫出雪的悬兵壁的防御力之强, 就算是原海境三重强者都难以打破, 这楚轩只是一招, 不仅差点将之打碎, 还震伤了莫出雪师姐, 这岂不是书名楚轩虽然才宁缘近七重修为, 但战斗力却可以凭美原海境三重强者, 我的天, 略阶战斗的天才我见得多了, 但顶多也就是跨越一两个小境界战斗, 如楚轩这样跨越一个大境界, 五个小境界的恐怖战斗力, 简直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啊, 变态, 看到莫出雪竟然受伤, 众人顿时惊呼连连, 没想到楚师弟不仅是刀法了得, 剑法竟然也是如此的强悍, 莫出雪抬手轻轻擦掉了嘴角的血迹, 淡淡地道, 莫师姐的防御力, 也是十分厉害啊, 楚轩谦虚一笑, 但眸子中警惕之色并未有丝毫减弱, 莫出雪只不过是受到轻伤而已, 并无大碍, 依旧拥有可怕的战斗力,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莫出雪笑了笑, 玄疾道, 楚师弟, 以你我这样的实力, 想要分出个胜负, 最起码要打上个三天三夜, 这次峰会无可没那么多时间给我浪费, 我再出一招, 如果你挡得下, 便算你赢, 但倘若挡不住, 还请楚师弟主动认输如何, 好, 楚轩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点头答应, 因为莫出雪说得对, 以他们这种实力, 不是生死厮杀, 仅仅只是切出来分胜负, 打个三天三夜也打不完, 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 况且就算有那么多时间浪费, 到时候就算击败了莫出雪, 想必体内的原力也会损耗极大, 那时他可就没了对付肖帆云的资本了, 这个提议可以省时省力, 自然是乐意, 楚师弟, 我这一招尚未修炼纯熟, 所以威力有些控制不住, 你可要小心了, 提醒楚轩一句, 玄疾深吸一口气, 莫出雪的御守在虚空中捏出一道硬爵, 顿时一股磅薄的原力, 迅猛地从其掌心奔涌而出, 凝聚压缩, 化作一枚晶莹一透的冰球, 同时, 两股有点相似但却又截然不同的波动, 也是从莫出雪的郊区内汹涌而出, 汇聚到那晶莹一透的冰球之中, 冰球顿时散发出意义光辉, 美轮美奂, 不过, 在那美丽的外表之下, 冰球的内部却荡漾着一股连楚轩都为之汗毛树立的可怕寒气, 这一招, 应该便是莫出雪的底牌绝招了吧, 楚轩的双眼无视了莫出雪的花容月貌, 只勾勾地盯着那枚美轮美奂的冰球, 浓烈的警惕神色荡漾在双瞳之内, 心中默默说道,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莫出雪这一招应该是将上股冰足血脉之力催动到极限, 然后控制着他所掌握的冰之意境与血之意境融合在一起, 两个三成火候的意境融合在一起, 可堪比四成初期火候的意境, 在配合其体内那一丝上股冰足血脉之力, 应该可以达到四成中期火候的程度, 绝对零度, 在楚轩心中念头闪动的时候, 莫出雪终于出手了, 一声娇齿, 双掌狠狠一合, 顿时那掌心中的冰球爆裂, 旋即双掌朝前猛的一推, 一道冰雪洪流便是呈现扇形呼啸而出, 大地被冻结了, 虚空被冻结了, 凡是被那扇形冰雪洪流波及的一切, 都是被冻结了, 这一招太可怕了, 怕是就算远海境三重修为的强者, 受到这一招的攻击, 不死也要重伤, 怪不得莫出雪有自信一招击败楚轩, 这一招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 他的确有资格拥有这等自信, 融合意境嘛, 我也会, 望着可怕的冰雪洪流席卷而来, 楚轩神色淡漠, 无喜无悲, 嘴唇如动之间, 接着发出一声清喝, 顿时轰隆一道爆鸣声响起, 一红一蓝两色光芒,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化作两根蓝红光束, 那蓝色光束之中, 散发着波涛翻涌的气息, 那赤红光束之中, 散发着赤烈如燕的气息, 垂火无情, 楚轩大鹤, 一刀劈出, 那冲天而起的一红一蓝两道光束 顿时纠缠在一起, 化作了一根蓝红相间的光色, 旋即收缩扭曲, 化作了一方蓝红光纶, 一丝丝冰凉如水中, 又带着赤烈如燕的可怕气息, 从那蓝红光纶中蔓延出来, 五行刀点是一部非常厉害的天极中阶舞技, 修炼到圆满境界, 威力可堪比天极高阶舞技, 因为修炼五行刀点之后, 不仅是可以将五行异镜组合在一起攻击, 更可以随便选择两种异镜融合, 发动凶威无匹的刀法, 这一招水火无情, 赫然正是水之异镜和火之异镜融合在一起产生的刀招, 拥有极为可怕的威力, 不过, 刀法虽然威力惊人, 但是掌握过程却是极为的艰难, 若是天资不够的话, 一辈子都难以掌握, 这是为什么五行刀点可拼美天极高阶舞技, 却只有天极中阶舞技的原因, 因为想要炼成实在是太困难了, 好在, 楚炼资质如妖, 这五行刀点虽然困难, 但想要难住它, 显然还不够资格, 第256章第一之争, 我靠, 这楚炼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怪胎, 先是施展了三成火后的刀意, 又施展了四成火后的雷之异镜, 现在又是三成火后的水之异镜和火之异镜, 并且还将之融合在一起, 一个人身负刀意, 雷之异镜, 水火异镜这四种异镜, 这未免也太逆天了吧, 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 在外面谣传楚炼只不过是以兴资质的废物而已, 看到那方弥漫着水之异镜与火之异镜的蓝红色光纹, 在场的众人顿时齐齐发出一道充满浓烈惊骇味道的惊呼声, 两眼瞪得魂圆, 长大的嘴巴久久不能合拢, 显然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群常舞者领悟一种异镜, 已经是极为不容易的事情, 领悟两种异镜, 更是难如登天的事情, 楚炼倒好竟然掌握四种五道异镜, 而且四种五道异镜都达到三成火后, 雷之异镜更是达到四成火后, 且水之异镜和火之异镜这两种属性截然相反的异镜, 还能融合在一起, 众人不得不为之震撼, 我的天啊, 我们竟然错过了这么一位爵士天才, 看到楚炼爆发, 轩宇峰和黄宇峰这两大手作, 顿时垂足顿胸的哀嚎起来, 本来楚炼这位爵士天才, 有可能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没想到他们有眼无珠, 竟然放弃了这位爵士天才, 现在想起来, 心中无比的后悔, 当初四大宇峰之中, 帝宇峰, 玄宇峰还有黄宇峰, 在看到楚炼只有一心资质之后, 都是放弃了他, 唯有天宇峰手作依旧花费大代价拉拢楚炼, 莫非他那时候已经看出什么了, 玄宇峰和黄宇峰两大手作, 面带询问之色的望向天宇峰手作, 看到两大手作那锤足顿胸, 后悔不已的模样, 天宇峰心中暗爽不已, 但也不为两大手作解惑, 只是高深莫测地笑了笑, 该死, 没想到本作竟然看走眼了, 此时此刻, 丽宇峰手作也是一脸的阴沉, 心中满是后悔, 不过毕竟是大人物, 那后悔情绪仅仅只是维持已顺,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玄机谋中泛起丝丝杀意, 望向场中的楚炼, 天宇峰有如此天才, 未来极有可能靠着这楚炼重新崛起, 我弟宇峰好不容易才得到四大宇峰之首的地位, 绝对不能容忍再被天宇峰夺回, 地宇峰手作秀袍中的拳头紧紧捏起, 眼中的杀意越发的强盛, 斩, 在一道道惊骇目光的注视之下, 楚炼一刀凌空批出, 顿时, 那道蓝红色光轮, 便是骤然划过层层虚空, 暴斩而去, 那速度极端的惊人, 快到所有人都看不清那蓝红色光轮的形体, 只能看到一抹模糊的蓝红色流光一闪而逝, 如同一道蓝红色闪电, 通龙, 冰雪洪流与蓝红色光轮狠狠地撞击砸在意, 刹那, 一道高山崩塌般的震耳轰鸣声树然响彻起来, 紧接着一股澎湃原力波纹, 犹如拍天剧浪般冲天而起, 在天际之上席卷开来,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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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武殿震动起来, 方圆百米的大地开始崩塌, 场中的那些雷台被震碎成了鸡粉, 风一吹便是漫天飘荡, 一散而出的破碎空气交织成一股透明巨浪, 狂暴地朝着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一些躲闪不避的羽化门地子, 被那静浪扫中, 顿时被掀翻在地, 甚至有些倒霉的家伙, 直接被震的口喷鲜血, 倒飞出去, 所有人都是面露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如此碰撞威势, 怕就算一名员海径一众强者收到波及, 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恐怖地令人胆寒, 吃啦, 就在众人惊骇的时候, 一道仿佛不匹被撕裂的声音陡然响起, 众人急忙抬头望去, 便是看到那冰雪洪流, 在那蓝红光轮的切割之下, 竟然是被撕裂出一道祸口, 蓝红光轮仿佛一台马力全开的齿轮, 疯狂地高速旋转着, 把那撕裂的祸口不断地扩大着, 当扩大到一定程度, 那股冰雪洪流顿时被撕裂成了两半, 刷, 蓝红光轮贯穿冰雪洪流之后, 继续朝着莫出雪轰杀而去, 即冰甲, 摆摸唯唯一缩, 莫出雪顿时轻喝, 一件晶莹剔透的冰甲顿时从郊区内浮现出来, 将这可怕的一击挡住, 当然能挡住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破开那冰雪洪流, 得消耗不少,否则的话, 莫出雪必死无疑, 扑痴,不过, 虽然挡住那蓝红光轮, 但是蕴含在其中的霸道静力, 确实依旧将莫出雪震的倒飞出去, 飞退途中, 弹口中喷出一股辛红鲜血, 飞退了促食杖距离, 莫出雪开始坠落, 想要运转原力止住跌落之时, 确实发现自己体内有一股冰凉又炽热的气息窜来窜去, 导致他现在竟无法调动原力, 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 他又不是炼体强者, 摔不死也得摔个精断骨折, 看着越来越接近的地面, 莫出雪敲脸上不由得欢容失色, 莫师姐, 看到这一幕, 楚轩急忙身形移动, 混沌光泽爆发, 化作一套混沌铠甲笼罩全身, 以一种蛮横的姿态, 强行撕裂那还荡漾在虚空中的冰雪洪流残余的波纹, 闪电一般地追上莫出雪倒飞的身形, 大手探出, 揽住莫出雪柔软的腰肢, 将其护在怀中, 接着脚掌一等虚空, 脚下虚无的空气犹如一块地板般爆裂, 整个人再度腾空而起, 莫师姐, 没事吧, 看着怀中的佳人, 楚轩有些歉意地道, 不好意思, 第一次施展水火无情这一招, 有些控制不住威力, 伤了师姐, 师弟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莫出雪性格冷淡, 在对异性方面更是如此, 所以从来没有跟异性有什么接触, 而眼下他不仅跟楚轩接触, 更是身体紧紧贴合在一起的亲密接触, 那扑面而来的雄性气息, 让他忍不住芳心一颤, 白心若雪的翘脸之上, 迅速地泛起一抹淡淡的羞红神色, 莫师姐, 你没事吧, 楚轩看到莫出雪脸颊为红的模样, 不由得好奇问道, 灯仆子, 莫出雪回过神来, 背齿轻咬红唇, 羞恼无比地狠狠瞪了一眼楚轩, 旋即一推他的胸膛, 整个人如蝴蝶一般飞了出去, 好心没好抱, 望着莫出雪离去的倩影, 楚轩无语地揉了揉鼻梁, 嘴角挑起一抹苦涩的笑容, 没想到这一战, 楚轩也是胜利了, 他现在已经是羽化门的第二强了, 第一次参加四峰会舞, 便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 真是害人, 嘿嘿, 我倒是不关心楚轩的成绩, 我比较关心他以后和莫出雪师姐会走到哪一步, 刚才那英雄就美帝一幕, 简直帅呆了, 我要是个女人, 都要爱上楚轩, 我看多半也是, 你们看刚才莫出雪师姐离开的那模样, 那叫一个娇羞, 我们羽化门的冰山女神, 何时流露过这种小女人姿态, 估计芳心已经被楚轩俘虏了, 不仅取得胜利, 还赢得女神芳心, 这楚轩真是人生赢家啊, 可怜咱们肖帆云师兄了, 听说苦追莫出雪师姐好几年了, 但依旧没有结果, 这楚轩才加入羽化门多长时间啊, 就俘虏了莫出雪师姐, 哎, 一群大男人聚在一起, 用着你懂得眼神望向对方, 嘴巴里不断地发出羡慕嫉妒恨的声音, 该死的楚轩, 石墙席位之上, 听到那周围的一轮声, 肖帆云秀袍中的大手狠狠一捏, 长下的金铁扶手顿时卡巴一声, 竟被他碾碎成了鸡粉, 前所未有的浓烈杀意, 涌动在肖帆云的双瞳中, 死死地盯住楚轩, 一字一句带着嫉妒味道的阴冷声音, 从牙缝中还还几出来, 杀我弟弟, 又抢我看中的女人, 楚轩, 今天不将你杀了, 我肖帆云的名字, 就导过来写, 比试结束, 这一场的石墙争霸赛, 依旧是楚轩胜利, 按照规矩, 他取代莫出雪, 成为石墙榜的第二墙, 这时候, 那名羽化门的直士走出来宣布结果, 玄机看向楚轩, 问道, 楚轩, 可还要继续挑战? 当然要, 深吸一口气, 楚轩点头道, 本来楚轩要挑战肖帆云师兄, 我还以为是个笑话, 但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生生杀到了第二墙位置, 获得了挑战肖帆云师兄的资格, 你们猜, 这一届的四峰会五第一, 到底会怎么样? 肖帆云师兄, 还是楚轩, 我比较看好肖帆云师兄, 虽然楚轩表现出的实力很不错, 但与肖帆云师兄比较起来,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没多少希望, 我比较看好楚轩, 他从开始到现在, 继二连三的创造奇迹, 未必不能再创造一个奇迹, 看到楚轩继续向肖帆云发起挑战, 场面顿时沸腾起来, 火热的议论之声, 犹如潮水般连绵不断地在场中响起, 众人都在猜测这最后一战, 到底是谁可以取得第一之位, 在那漫天的火热议论声之中, 楚轩转身看向端坐在石墙席位之手的肖帆云, 略薄的嘴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抹冷力笑容, 旋即伸出一根手指, 态度极其轻蔑地微微一勾, 道,肖帆云, 闻到你了, 下来吧, 第257章双网豆, 放肆, 看到楚轩那轻蔑的态度, 肖帆云的脸庞上顿时浮现出一抹恼火之色, 身形移动, 空而来, 降临在那方擂台之上, 与楚轩谣相对立, 楚轩与肖帆云,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就那么默默地注视着对方, 双瞳之中蹦射出一股油弱实质的冷意, 在虚空中空撞在一起, 滋滋滋滋地有无形电光火花激荡出来, 空气变得压抑, 充满着肃杀未到, 还没有动用, 便让周围的羽化门弟子, 感觉到一阵心惊胆颤的气息, 肖帆云师兄是上一届的新人王, 而楚轩则是这一届的新人王, 两位新人王决斗, 这一场战斗可不仅仅是十强榜第一的争夺战, 更是一场双王斗, 真是一场令人期待的战斗啊, 不知道是老一辈新人王厉害, 还是新一代新人王更胜一筹, 如果没有之前的那两场战斗, 想必在场的所有羽化门弟子, 都不会看好楚轩,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经历过与金元光还有莫初学的战斗, 大家都是充分地见识到楚轩的实力, 认可了他的确有挑战肖帆云的资格, 一个个身头, 目不转睛地看着场中那树立着的两道身影, 唯恐错过任何一个战斗细节,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肖帆云双手背负在身后, 下巴微微抬起, 仿佛一只骄傲的大攻击, 傲然无比地说道, 楚轩, 你的实力虽然不错, 但是与我比较起来, 还是有着十万八千里的差距, 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如果不想死的话, 现在就跪下来向我求饶, 并发誓成为我最忠心的奴仆, 我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本来肖帆云是想直接斩杀楚轩的, 但是当他见到楚轩与莫出血关系 有些不清不明的时候, 他堕火中烧, 改变了注意, 他要狠狠折辱楚轩, 来显示自己的威严, 让莫出血知道谁才是值得他倾心的强者, 就凭你, 楚轩嘴角挑起一抹激疯的弧度,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 那也就休怪我很辣无情了, 肖帆云脸色一沉, 旋即棒薄的原力顿时从他的体内释放出来, 一步踏出, 瞬息间来到楚轩的面前, 平淡无奇的一掌, 狠狠地轰向楚轩的胸膛, 这一掌, 没有任何武技的加持, 仅仅只是最普通的原力攻击而已, 但是其所拥有的威力, 那绝对是可以摧山毁跃的, 远海静二重强者都难以抵倒, 肖帆云竟接到远海静三重修位了, 没想到短短时间不见, 肖帆云的实力便获得如此的突飞猛进, 从气息上来看, 他比之以前最起码强大了五六倍左右, 不愧是老一辈新人王, 十强第一, 果然厉害非凡, 楚轩若与以前的肖帆云比较, 或许差不了多少, 但是现在麻, 怕就难以气急了, 本来还以为楚轩有资格与肖帆云争锋, 但没想到肖帆云竟然进步到这等程度, 看来我们都是有些小瞧了肖帆云, 高估了楚轩, 肖帆云的这一掌虽然是针对楚轩的, 但是周围的羽化门蒂子, 也是从这一招之中感受到莫大的威压, 让他们有一种窒息的恐怖感觉, 顿时忍不住发出一阵哗然声音, 脸色震动, 双眼惊骇, 咚, 肖帆云来得太快太猛, 没有给楚轩太多的考虑时间, 脸色微变之间, 反手一拳带着浩荡的全径轰出, 一声俱响, 方圆数百米的空气顿时狠狠炸开, 空气波纹如浪涛般, 席卷而出, 耗强的力量, 楚轩的肉身已经修炼到造化神体第五重的境界, 力量何等强大, 但是面对肖帆云的一掌, 竟然有种抵挡不住的趋势, 身形倒退开去, 当然, 楚轩不敌肖帆云, 不是说肖帆云的体质比修炼造化神体的他还要强大, 这是因为肖帆云的修为, 超出他太多了, 足足暴退了二十几步, 楚轩猛的一跺脚, 将脚下的坚硬时快踩碎成肌粉, 将身形定住, 旋即双瞳之中浮现出一抹凝重神色, 看来肖帆云比自己想象中的环耀强悍几分, 有点棘手啊, 楚轩, 你也不过如此而已, 一招轰退楚轩, 肖帆云的嘴角顿时勾勒出一抹不屑弧度, 旋即手捏掌印, 仰起拍下, 同时口中发出一声大喝, 大帆云手, 哗啦, 磅薄的原力席卷而出, 只冲云霄, 在那高空之中形成了一座由若山岳般的巨大云长, 其中散发出来, 使得周围的虚空都扭曲起来, 云长之中还散发出一丝丝奇异的波动, 那是属于一种意境的波动, 名曰云之意境, 杀, 凌聚出巨大云长之后, 肖帆云的眼中森然杀意疯狂荡漾, 旋即大手一挥, 那高空之中的巨大云长, 便是卷起一抹白色流光, 以极端惊人的速度, 狠狠地拍了下来,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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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长还未落下, 冲击而出的掌镜轰在下方, 便使得地面之上的所有擂台, 都在顷刻间暴碎成一团击粉, 接着大地震动, 崩塌下去, 形成了一道手掌模样的巨大坑洞, 如此一掌, 怕就算是远海静一众修为的强者, 也要在瞬间被轰碎成肉泥, 大怒冥王拳, 面对如此凶悍的一招, 楚轩不敢有丝毫怠慢, 体内造化原力与造化神体 瞬间催动到极限的程度, 玄机手捏拳硬, 带着三头六臂的佛陀虚颖轰了出去, 砰, 两者攻势碰撞, 没有任何的声音传出, 不是大音牺牲, 而是那巨大云掌直接被佛陀虚颖的六指重拳, 给生生轰得爆碎开来, 这一招竟然就那么被破了, 怎么可能, 一道道惊呼声响起, 楚轩施展出的武技, 明显不如这一招大翻云手, 但结果却是大翻云手在碰撞的瞬间, 便是被急暴而去, 这种情况有些超乎常理, 叫人难以置信, 不可能那么简单, 击碎那大翻云手, 楚轩心中的危机感不仅没有任何的衰弱, 反而是更加的强盛起来, 所以脸上的凝重神色并没有丝毫衰退, 眸中不断闪烁着浓烈的警惕神色,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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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在楚轩念头刚刚落下的时候, 那被轰碎的大翻云手, 陡然又是在虚空中凝聚起来, 绕过了那佛陀虚颖, 直接贯穿虚空, 朝着楚轩轰杀而来, 好一个云之异境, 看到这一幕, 楚轩终于明白过来, 刚才只不过是肖帆云故意的而已, 就是为了麻痹自己, 然后才发动突袭, 要一招解决自己, 这肖帆云果然厉害无比, 这一手足以秒杀任何一名远海境二重强者, 这不仅是战斗经验, 更是对云之异境的掌控, 达到一种极为高深的程度, 最起码是四成中期火候的境界, 第258章龙虎暴元丹, 雷尸变, 那巨大云掌轰来的速度极快, 但楚轩的反应也不慢, 单手一握, 拔出冷月无双刀, 接着蕴含着四成火候雷之异境和三成火候刀翼的异刀, 猛烈批出, 吼, 去空中有诗吼声响起, 旋即一头弥漫着狂暴与灵力气息的雷霆雄狮, 出现在天空之中, 四提挥动, 卷起万千雷弧, 撞击在那巨大云掌之上, 砰, 云掌彻底地爆裂, 雷电雄狮也是崩碎开来, 天空中到处都弥漫着朦胧的云雾, 其中有电流窜动, 仿佛是一片雷云般, 恐怖而狂暴的波动翻滚其中, 足以让任何一名远海竞依众修为强者, 粉身碎骨, 肖翻云, 你也不过如此而已, 楚轩一刀劈碎那巨大云掌之后, 仰天哈哈大笑一声, 造化神体催动到极限, 化身一位披着混沌盔甲的威猛战神, 撕裂那漫天雷云, 以极端惊人的速度, 暴冲向肖翻云, 轰,轰,轰, 拳脚齐齐挥动, 顿时虚空中浮现出一道道无比刚猛的拳硬腿影, 携带着无比狂暴的威势, 狂风奏语般地朝着肖翻云轰杀而去, 面对如此狂暴的攻击, 肖翻云无法保持淡然的模样了, 脸色微变, 旋即双手食指犹如弹琴一般的连连挥动, 顿时一道道圆力指径飙射出来, 轰向那呼啸而来的拳硬腿影, 砰,砰,砰, 一连串的炸裂声, 犹如山炮炸裂般, 轰隆隆地不断在天空中响彻, 每一次暴响之后, 都会有一道肉眼可见的狂暴圆力波纹, 如浪涛一般席卷而出, 借我一拳, 漫天的拳硬腿影被通通轰碎, 但是此刻楚轩却已经是来到肖帆云的面前, 包裹在混沌光泽中的拳头, 犹如陨落的流星般, 轰了出去, 肖帆云同样是一拳笔直轰出, 与楚轩的混沌拳头撞击在一起, 轰, 天空先是陡然一静, 而后一道笔之前狂暴时促备的原力波纹, 猛烈地从那交集之处横扫开来, 方圆数百米范围内虚空中的虚无空气, 瞬间炸裂粉碎, 化作了一片奇特的真空地带, 唰, 唰, 两道身影奇奇暴退, 足足飞退了数百米的距离, 才稳住身形, 如此一番的猛烈交手, 显然是以平局而落幕, 看到这样的平手一幕, 在场的许多人都忍不住面露惊讶之色, 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在肖帆云展露出强大无比的远海径三重修为之后, 竟然依旧无法压制住楚轩, 天空中, 肖帆云的身体以奇异的方式震动一番, 将楚轩那霸道的全境尽数卸掉, 虽然没有受伤, 但是脸上的神色却是变得无比阴沉, 他要的结果是自己以无上姿态, 将楚轩轰杀长渣, 而不是现在这种平手的情况, 这种平手结果对于他而言, 算得上是一种误入, 叫他极为不爽, 不管你的实力有多强, 但是在我面前, 终究不过是一个土鸡娃狗而已, 只有被轰杀的份, 阴沉的双眸死死地盯住楚轩, 肖帆云心中发出一声冷笑, 虽然目前楚轩表现出的实力极为强悍, 竟然能与自己打个平手, 但若要以为这样便可以撼动自己的地位, 那未免是有些太过异想天开了, 心中杀意疯狂涌动, 磅驳的原力在四肢百孩之中翻滚起来, 肖帆云已经不打算再有任何留守, 要全力以赴的江楚轩几杀, 他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看到, 自己这位十强榜第一,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相提并论, 喝, 轻喝一声, 肖帆云的闪电般地捏出一道奇异硬诀, 顿时一团如火焰般的暗红色原力光芒, 开始在他的掌心之中浮现出来, 同时蔓延出来的, 还有一阵阵令的天地都微微震动的凶悍波动, 这是, 帝宇峰的阵风绝学林炎静, 林炎静乃是天极中阶舞技, 威力十分的凶悍无匹, 再配合肖帆云那远海三重静的修为, 就算是远海静似重修为的舞者, 都难以抵挡, 看来这一场战斗要落幕了, 看到那涌动在肖帆云双手中的暗红色原力光芒, 众人发出一道道充满震撼的惊呼声, 林, 炎, 静, 一字一句的冰冷清喝声从肖帆云的口中响彻, 朝着虚空重重地拍了过去, 顿时轰隆一声, 火山爆发般, 一道无比赤裂狂暴的暗红色洪流, 猛烈的自其掌心倾泻而出,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曲折的狠辣暗红色轨迹, 杀向楚轩, 你以为只有你才掌握阵风绝学吗? 我也会, 暗红色洪流携带着霸道无比的威势轰击而来, 那种凶猛的威势, 让楚轩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但是他却浑然不惧, 大鹤一声, 双掌之上顿时爆发出无穷雷光, 接着在虚空中挥动一圈, 一尊雷伦顿时浮现而出, 这是天雷之轮, 天雨风的阵风绝学, 天雨风的阵风绝学已经许久没有人修炼成功了, 没想到这楚轩竟然三物成功了, 四大雨风每一座雨风都拥有一部阵风绝学, 虽然都是天级中阶五级的级别, 但是同样等级的五级, 也是划分三六九等的, 天雷之轮无疑是四大阵风绝学之中最强悍的一部, 如果楚轩没有掌握天雷之轮, 萧帆云以灵炎镜之威, 绝对可以击败他, 但是现在看来, 难了, 看到楚轩手中的那尊弥漫着极致狂暴气息的雷轮, 整个场面顿时发出一阵哗然声音, 天雷之轮, 楚轩脚踏虚空, 双臂朝着头顶虚空省去, 坐须拖撞, 整个人的体表泛着璀璨的荧光, 仿佛是一位上古雷神, 托着那尊雷轮, 接着大鹤一声, 双臂一阵, 以一种极端蛮横的姿态, 把雷轮轰了出去, 轰隆, 两者撞击在一起, 顿时整片天帝都为之一境, 紧接着, 众人便是见到, 一种充斥着恐怖毁灭气息的原理风暴, 陡然自天空上席卷开来, 在那风暴之中, 不管是那暗红色洪流, 还是天雷之轮, 都是在顷刻兼备生生地撕裂而去, 爆裂成漫天光点, 不过, 天雷之轮虽然暴碎, 但还残留一丝能量, 一道细微不可见的电光, 在虚空中划过一道曲折的轨迹, 在萧帆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击中他的胸膛, 哼, 萧帆云的喉咙中发出一声闷哼, 整个人被急飞出去, 一丝丝腥红的血迹, 开始从他的嘴角处蔓延出来, 由着下巴滑落, 萧帆云, 受伤了, 显然, 这一场阵锋绝学的交手, 以楚宣的天雷之轮获得了胜利, 哈哈, 大师兄把萧帆云打伤了, 取得了上风, 看来这一场比试, 咱们的大师兄会取得胜利, 取得十强榜第一名, 虽然我们天雷峰获得的整体成绩, 在这一次的四峰会舞之上依旧不是很出色, 很难取得什么好成绩, 但是只要大师兄取得了第一, 根据四峰会舞的规矩, 我们天雷峰就可以重新成为四大宇峰之首, 相隔那么多年, 四大宇峰之首的称号, 终于要回归我们天雷峰了嘛, 看到楚宣把萧帆云挤伤, 天雷峰的弟子顿时发出一阵阵惊喜无比的高呼声, 万分的激动, 很多弟子都是热泪迎眶起来, 这小子, 果然没有叫本座失望, 高台之上, 天雷峰手座看到这一幕, 嘴角也是忍不住勾勒出一抹兴奋的笑意, 天雷峰历来都是四大宇峰之首, 然而传到他这一带, 却丢掉了这个名号, 一蹶不振, 所以他无时无刻都想着重震天雷峰的声威, 但可惜一直没有办法做到, 如今终于在楚宣的帮助下, 获得了取回第一的机会, 哪怕是堂堂宇峰手座, 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情绪, 哼,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只不过是急伤萧帆云而已, 可还没击败呢, 看到天雷峰手座那激动的模样, 碧雷峰手座齐化缘顿时脸色阴沉, 不爽地清横道, 天雷峰手座淡淡地道, 齐化缘, 别人不知道天雷之轮的效果, 你还不知道吗? 凡是被击中的人, 都会被一股霸道的雷电之力贯穿到身体之中, 不仅会破坏经脉, 还会造成麻痹, 肖帆云现在想来就是处于那种状态之下, 你以为他还有翻盘的能力? 嘿嘿, 你睁大眼睛看着便是, 碧雷峰手座齐化缘怪笑一声, 嗯, 天雷峰手座看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好的感觉, 但实在想不通那中了天雷之轮的肖帆云, 还能有什么能力翻盘, 便按耐住这股感觉, 按道, 肖帆云输定了, 不可能翻盘的, 肖帆云, 如果灵严禁就是你最后的底牌的话, 那么这场比试, 你输定了, 天空中, 楚轩冷漠的声音响起, 虽说在刚才的交锋中, 楚轩并没有受伤, 但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有些苍白, 刚才那番碰撞带来的反噬, 若非他体质强悍的有些离谱, 此刻也必然受伤, 呵呵, 飞退了数百米的距离, 肖帆云稳住身形, 半跪在虚空中, 玄节抬手擦掉了嘴角的血迹, 紧接着发出一道阴冷至极的笑声, 我输定了, 不要异想天开了, 我肖帆云是绝对不会输的, 冷笑声落下, 肖帆云手掌一番, 顿时一枚铭刻着龙虎图案, 弥漫着令人心惊胆颤狂暴气息的丹药, 陡然出现在他的手中, 龙虎抱元丹, 第259章杀戮意境之危, 龙虎抱元丹, 竟然是龙虎抱元丹, 传闻龙虎抱元丹乃是上古丹药, 吞浮之后, 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实力增幅三到五倍, 并且可以获得丹药之类一丝上古龙力与一丝上古虎力的加持, 没想到肖帆云竟然会有这等珍贵无比的丹药, 看到肖帆云手中那枚弥漫着狂暴气息, 明刻着龙虎图案的丹药, 在场的羽化门弟子顿时发出一阵阵错愕的惊呼声, 孤独, 在一道道惊恶目光的注视之下, 肖帆云毫不犹豫地将那枚龙虎抱元丹吞浮, 轰龙, 顿时, 肖帆云的体内传来一道炸弹爆裂式的轰鸣声, 旋即他的气势开始犹如坐火箭一般, 猛烈地节节攀升起来, 楚勋感受到那股气息, 有一种无比压抑的感觉, 吼, 吼, 忽然间, 两道磅薄的光束, 从肖帆云的体内冲天而起, 在那百米的高空中狠狠炸裂, 接着形成两只弥漫着凶悍气息的庞然大物, 一条龙, 一只虎, 龙不是普通的龙, 是上古之龙, 虎也不是普通的虎, 是上古之虎, 当然, 准备的来说应该是一缕上古龙力和一股上古虎力, 虽说只是一丝, 但毕竟是秉承上古的力量也, 拥有无穷的威力, 哪怕只有一丝而已, 也足以重创圆海境三重舞者, 楚轩, 因为你, 我浪费了这枚珍贵无比的龙虎抱园丹, 今天若是不将你斩杀, 我都对不起这枚龙虎抱园丹, 所以你今天必须死, 才可以弥补我的损失, 吞服龙虎抱园丹之后, 萧帆云的实力得到了暴涨, 脸上重新堆起一抹充满自信的笑容, 充满着猙獰冰冷味道的话语声, 从牙缝中挤出来, 凭借一枚丹药就想杀我, 弥补天开了,楚轩不屑的道, 不过仅仅只是表面不屑, 暗地里却是不敢有丝毫怠慢, 将功力催动到极限, 保证随时可以爆发出最强的状态, 是不是弥补天开, 你试试就知道了, 冷笑声响起, 接着萧帆云一步踏出, 有龙银虎笑声传出, 其身舟的虚空顿时砰砰炸裂成一团粉碎, 接着其身形诡异的消失不见, 待到再度出现的时候, 赫然是犹如瞬移般来到楚轩的头顶上空, 死, 萧帆云猙獰的大吼一声, 手掌闪电般地探出, 原力喷吐之前, 化作了一方暗青色的龙爪, 带着可摧山毁跃的凶悍力量, 狠狠地轰了下去, 好快的速度, 好强的力量, 看到那呼啸而来的暗青色龙爪, 楚轩瞳孔一缩, 但是此时此刻已经来不及反应, 双臂迅速抬起, 交叠在头顶虚空中, 砰, 低沉震耳的轰鸣声响起, 楚轩顿时感觉到自己仿佛是被一条真龙一爪拍中斑, 那凶悍的力量, 第五重境界的造化神体都抵挡不住, 双臂骨头剧痛不已, 好像要被碾碎一样, 滚, 楚轩大吼一声, 体内的力量尽数爆发开来, 冷月无双刀带起一尊雷霆巨像, 狠狠地朝着头顶位置的萧帆云轰了过去, 肖帆云不屑冷笑一声, 双手挥动之间, 再度幻化出两尊暗青色的龙爪, 一左一右地抓住雷霆巨像那庞大的身形, 旋即奋力一拉, 直接以极端蛮横的姿态, 将那雷霆巨像撕裂粉碎, 扑吃, 这还不算完, 撕裂那雷霆巨像之后, 那暗青色龙爪之中又是蹦射出一道凶悍至极的尽力, 狠狠地轰击在楚轩的胸膛之上, 整个人直接被震飞出去, 口腔中喷出一团鲜血, 凭借着龙虎抱园单实力暴涨醋背的肖帆云, 根本不是现在的楚轩可以抗衡的, 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任何手段都难以弥补, 其化缘, 比门帝宇峰的弟子未免也太过卑鄙无耻了吧, 竟然还服用丹药, 我要求立刻停止鄙视, 并对破坏规矩的肖帆云做出惩戒, 看到楚轩被打伤, 天宇峰手作顿时暴怒无比的大吼起来, 不过,四峰会五代表的意义重大, 他在暴怒也不能随意插手, 只能提出要求, 有超过两名的手作同意, 才可以终止比试, 破坏规矩, 文言, 其化缘因冷一笑, 道, 天宇峰手作, 你哪只眼睛看到肖帆云破坏规矩了? 四峰会五的规矩之中, 可并没有不准吞服丹药这一条规定啊? 是的, 四峰会五有很多规矩, 但唯独没有不准吞服丹药这条规矩, 这是一条前规则, 四大宇峰手作, 哪都不是身家丰厚, 各种奇珍一宝数不生数, 如龙虎抱园丹这样的东西, 虽然不多, 但也绝对不少, 若是他们都给麾下弟子吞服龙虎抱园丹这种东西来参赛, 那四峰会五可就乱套了, 所以不准吞服丹药参赛, 是大家默认的一条规矩, 基本上都不会违背, 可是没想到, 今天帝宇峰竟然违背了, 但奈何因为是前规则, 算不得明面上的规矩, 萧帆云吞服丹药, 只能让人痛斥无耻, 但却无法做出实质性的惩罚, 无耻, 天宇峰手作期的脸色发青, 但却无可奈何, 楚轩, 受死吧, 林炎静, 一招急伤楚轩, 萧帆云得一无比的哈哈大笑起来, 双眼中实质杀意疯狂的闪动, 仰天长笑, 再度施展出地宇峰的阵风绝学, 暗红色的洪流浮现, 恐怖的气息蔓延, 使得天地都震动起来, 同样的一招林炎静, 此时此刻萧帆云所施展出的威力, 比之刚才最起码凶猛的好几倍, 如果是之前的林炎静, 只不过是一道海洋中普通的大浪而已, 然而现在, 就是一道拍天巨浪, 杀, 萧帆云脚踏虚空, 手掌轻轻一拍, 顿时那道暗红色洪流便是猛烈无比的席卷而出, 论武殿猛烈地震荡起来, 仿佛要崩塌一样, 殿内的空气, 犹如跌落地面的镜子般, 轰然暴碎, 这一招, 怕是远海静三重巅峰修为的强者, 都难以抵挡, 楚轩, 认输吧, 这场比试到此为止, 看到这一幕, 天羽峰手作脸色为变, 急忙焦急地站起身来大喝道, 同时远力运转, 只要楚轩喊出认输二字, 他便立刻出手救援, 认输, 我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那席卷而来的暗红色洪流虽然恐怖, 但是楚轩却浑然不惧, 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唯有那一双深邃的眼瞳之中, 荡漾出一抹凌厉的光彩, 冷酷地道, 萧帆云, 你以为只有你才能增幅实力吗? 我也能, 杀路易静, 给我报, 第260章清理门户, 杀路易静, 报, 面对着那席卷而来的恐怖暗红色洪流, 楚轩没有丝毫畏惧, 陡然大喝一声, 顿时一团赤裂无比的星红光芒, 犹如滔滔血海般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在那星红光芒的笼罩之下, 楚轩身上的衣衫顿时化作一件血衣, 一头乌黑的长发, 也是化作了血发, 狂乱地在虚空中不断舞动, 这番模样, 带给人一种极为妖艺而霸道的感觉, 仿佛是一位从修罗血海中走出来的绝世杀神。 当然, 楚轩的变化可不仅仅只有模样还有气势, 他体内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也是在此刻暴动起来, 开始疯狂地攀升。 杀戮意境, 催动之后可以使得舞者进入到入魔状态之中, 入魔状态之下舞者的实力可以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一成火后提升一倍, 三成火后提升三倍。 这是, 杀戮意境, 楚轩竟然领悟了杀戮意境, 一阵震惊呼声响遍全场, 杀戮意境催动之后的变化实在是太明显了, 只要不是傻瓜, 稍微对舞蹈意境有着些许了解的舞者, 此刻都是看出楚轩所施展的, 赫然正是那霸道无比的杀戮意境。 该死的, 这家伙竟然有杀戮意境, 看到这一幕, 萧帆云的脸色也是陡然阴沉下来, 不过旋即又是冷笑一声, 就算你有杀戮意境, 今天也是必死无疑。 话音落下, 萧帆云将体内的狂暴力量瞬间催动到极限, 那翻滚席卷而来的暗红色洪流, 威力顿时暴涨了好几倍, 沿途所过之处, 天地震荡, 虚空崩碎。 五行小世界, 楚轩神色漠然, 仿佛没有看到那席卷而来的血色洪流, 双手握住冷月无双刀, 缓缓地把刀给抬起来, 旋即笔直的一刀怒劈而出,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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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青蓝红黄五色红光, 陡然从刀身之内爆发而出, 旋即在那虚空之中融合为一体, 化作了一方五彩光球, 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灿烂的五彩光痕, 狠狠地轰向那暗红色洪流。 砰, 杀戮意境配合五行意境所爆发出的一招有多么强悍, 怕就算是远海境四中巅峰修为的强者, 也难以抵挡, 五彩光球撞击在那暗红色洪流之上, 后者就如同那翻滚的海浪, 拍击在一座灰红的山岳之上, 不仅没有把那座山岳拍碎, 反而把自己撞击的粉身碎骨。 死, 楚轩眼中寒光冷冽, 手中冷月无双刀轻轻一挥, 五彩光流顿时滴溜溜旋转促圈, 接着在虚空中划出一道难以捉摸的曲折五彩轨迹, 携带着恐怖的威力, 轰杀向那肖帆云。 龙虎护体骤, 绝招被破掉, 带给肖帆云巨大的反噬, 体内翻江倒海一般, 嘴角忍不住溢出一丝腥红的血迹。 不过此时此刻, 他可顾不得这些, 那五彩光球之中弥漫的气息, 让他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脸上流露出一抹惊骇神色, 旋即大吼一声, 双手迅速地捏出一道硬绝。 有龙引虎啸之声响起, 旋即一道暗红色光幕陡然出现在肖帆云的面前, 光幕之上, 有一条暗红色的真笼和一条暗红色的猛虎在游动奔走, 散发着非凡的气息。 若是你有时成的上古龙力与上古虎力, 小爷今天倒是要畏惧你, 可惜只不过是一丝丝而已, 也敢拿出来卖弄, 真是丢人现眼。 楚轩的口中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 五彩光球一闪之间, 便是来到那暗红色光幕之前, 狠狠轰了下去, 狂暴的力量开闸洪水般尽数地倾泻出来, 顿时轰得一声暴鸣, 那暗红色光幕被轰得凹了下去。 咔嚓,咔嚓,咔嚓, 暗红色光幕凹到了极限之后, 便是传出破裂之声, 有无促裂缝迅速地蔓延出来, 最终在肖帆云惊骇的目光注视之下, 狠狠地爆裂成粉碎, 接着一股五彩红流, 狂暴地轰击在他的胸膛之上。 啊,扑痴, 肖帆云惨叫一声, 旋即嘴巴中喷出一大股混杂着骨头渣 还有内脏碎片的鲜血, 紧接着整个人宛如那段吃的鸟儿一样,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狼狈的抛物线, 倒飞了出去, 足足飞出数百米的距离, 肖帆云的身躯方才东的一声, 狠狠地撞击在论武殿内那坚硬厚实的墙壁之上, 其体内骨骼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破碎声, 接着犹如一贪烂泥般从别落在地面, 看着模样, 怕是浑身骨骼都爆碎成鸡粉了。 如此严重的伤势, 除非有极品疗伤胜品, 才可以让肖帆云恢复过来, 而且还不能恢复如初, 并多恢复个七八成, 而且就算恢复之后, 肖帆云被蕴含三成火候的杀戮意境的一招打中, 整个人受到杀戮意境的刺激, 心中已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简而言之, 肖帆云虽然没有被楚轩这一招轰杀, 但却是被废掉了。 当然, 若是肖帆云可以摆脱这个阴影, 倒也不是不可能破而后立, 重新崛起, 但可惜, 只要楚轩一天没死, 不管用什么方法, 他都无法摆脱这道阴影。 肖帆云输掉了, 楚轩竟然胜利了, 取得了十强榜第一, 太惊人了, 从楚轩施展杀戮意境, 到一招重创击溃肖帆云, 这期间的事情虽然输来极长, 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电光火石一瞬间的事情而已。 众人呆滞了两酒方才回过神来, 发出一阵阵充满惊骇味道的呼声。 帆云, 看到肖帆云被打成那凄惨的模样, 地狱风手作其画员顿时惊怒无比的大喝一声, 旋即一个晃身, 便是来到肖帆云的身边。 其画员检查了一番, 立刻是知晓了肖帆云目前的凄惨情况, 一张脸庞顿时变得阴沉无比, 几乎要滴出水来, 他帝宇峰的第一天才, 耗费无数心血才培育出来的肖帆云, 已经被废掉了。 此子绝对不能留, 其画员那充满阴冷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楚轩的身影, 充满争獰的阴冷声音, 从牙缝中挤出来, 宛如恶鬼的咆哮一样。 不管是因为楚轩废掉了肖帆云, 让他帝宇峰蒙受巨大的损失, 还是因为楚轩的存在, 使得帝宇峰那似大宇峰之首的地位受到莫大的威胁, 其画员都必须斩杀楚轩, 报仇血恨, 以绝后患。 小畜生, 受死吧, 念头落下, 其画员便是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大鹤一声, 磅驳的原力犹如海啸一般从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直冲云霄, 席卷天际, 旋即身形移动, 陡然出现在楚轩头顶上空, 凶猛无比的一掌, 带着必杀信念狠狠拍了下去。 通龙, 一尊巨大无比, 这天蔽日的原力手印凝聚在天空之中, 旋即贯穿虚空, 细带着恐怖无比的威势, 朝着楚轩狠狠地镇压而去, 掌印还未落下, 整座论武殿内的大地, 便是被轰暴而去, 下沉了簇泥。 扑痴, 其画员乃是堂堂地宇峰手作, 拥有远海境七重巅峰修为的超级高手, 哪怕没有动用武技, 仅仅只是使用原力攻击, 也是十分的恐怖与可怕。 一掌还未落下, 仅仅只是一散而出的静气, 便让楚轩那第五众的造化神体都抵挡不住, 大口咳血, 整个人有一种要被撵碎成肉末的可怕感觉。 该死的老狗, 想杀我可没那么简单, 浓烈的绝望感浮现在心头, 就算是楚轩现在进阶到远海境也无法抗衡, 两人的实力差距实在天大了, 难以逾越, 根本无法抗衡。 不过, 楚轩没有坐以待毙的习惯, 就算是绝望之境, 也要奋力一搏, 大吼一声, 就准备不顾一切的将实力通通爆发出来。 其化缘, 你在做什么, 然而就在楚轩准备拼命的时候, 一道充满暴怒的大吼声, 突然在大殿之内响彻, 旋即一道雷光滑破虚空, 带着无与伦比的切割力, 划过那巨大的原力手印, 施拉一声, 将其撕裂成两半。 下一刻, 一道身影出现在楚轩的面前, 赫然正是天羽风手作。 一开始的时候, 天羽风手作是万万没有想到, 其化缘竟然会卑鄙到这种程度, 堂堂一风的手作, 竟然会对一个弟子出手, 而且还是偷袭, 所以没有反应过来。 幸好, 楚轩没有被那掌镜虽然碾碎, 让天羽风手作缓过神来, 立刻出手救援。 楚轩, 你没事吧? 天羽风手作一脸关切地问道, 我没事, 楚轩抬手抹掉了嘴角的血迹, 摇摇头。 看到楚轩没有什么大碍, 天羽风手作松了一口气, 玄机脸色又陡然变得森冷起来, 看向帝羽风手作其圆滑, 声音冷若寒冰的道, 其化缘, 今天的事情你最好给本作一个交代, 不然的话, 本作必然将此事禀告宗主, 就算你是一风手作, 擅自在四峰会舞之中对一名弟子出手, 你也难逃宗门择罚。 文言, 其化缘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正如领导所说, 宇化门是一位极为讲究规矩的宗门, 纵然他乃堂堂一风手作, 但是胆敢在光天化日, 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违反宗规, 若无合理的解释, 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心思迅速转动, 忽然其化缘看到楚宣那一席血衣, 一头血发的妖艺模样, 心中顿时有了注意, 冷笑道, 本作身为一风手作, 对于宇化门的规矩自然是清楚无比, 本作怎会明知故犯? 本作之所以出手, 乃是为了消灭门派奸细, 清理门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